第五次全體委員會議事錄 紅樓202會議事 初期委員審發會等15人 列席委員正名莊等21人 列席官員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靖永 內政部眾部次長陳忠苑等 主席管招舉人畢林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事錄 決定確定 邀請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 所屬列席報告業務概況 含上會起臨時提案辦理情形並被質詢 討論事項 審查委員陳毅貞等18人 委員趙天林等25人擬據 公職人選舉罷免法部分條件修正查案 審查委員陳毅貞等18人擬據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委員 委員趙天林等25人擬據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件修正查案 本次會議經委員陳毅貞說明提案要指 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靖永 內政部眾部次長陳忠苑報告 委員審判會等19人提出質詢 軍警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靖永及所屬 內政部眾部次長陳忠苑及其答覆說明 另外委員廖晚如提出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與書面答覆 決議一 報告及尋答完畢 二 委員質詢會及答覆部分 或要求提供說明資料請相關機關禁數與書面答覆 三 公職人選舉罷免法修正查案等二案 以第十八條 除將第三項中家屬修正為家屬或陪同之人外 其餘文字均會修正 二 第五七條 除將第四項修正為投票所 除選舉人及其照顧之六歲以下兒童 第十八條 第三項規定之家屬或陪同之人外 為佩戴各級選舉委員會自發證件制人員不得進入 但檢察官依法執行職務者不在此線外 其餘文字均會修正 三 並要審查環境 擬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因為討論前需經黨團協商 並推請轉召集委員必領於院會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四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修正查案等二案 以第十四條 除將第四項中家屬均修正為家屬或陪同之人 即鎮定第五項 為防止重複投票或冒領選舉票之情勢 以應訂定訪問規定 其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外 及文字均會修正 二 第五三條 修正如下請參與 三 並要審查環境 擬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院會討論前需經黨團協商 並推請管召集委員必領於院會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臨時提案 第一案 決議 除將令建請主任委員日後召開相關計表會 說明中央選舉委員會追責成效 修正為令建請中央選舉委員會可適時對要說明處理情形外 於照案通過 第二案 決議 除將第二段一個月修正為三個月外 於照案通過 第三案 照案通過 第四案 決議 除將建請中央選舉委員會 進述公告選舉相關防疫積極措施 修正為建請中央選舉委員會於補選選務進行當中 完善選舉相關防疫措施外 於照案通過 第二案 決議 除將於台灣辦理年會或大會 修正為於台灣辦理大會或執行委員會議外 於照案通過 第二案 決議 除將倒數第四行 原理修正為原意外 於照案通過 第七案 並第一案處理 上會 宣傳完畢 各位委員 看一下 手上也有資料 就看上次的議事務有沒有錯誤或是遺漏的 沒有 如果沒有我們就這樣通過 確定 確定上次的議事務 那現在我們進行這個本次的議程 請宣讀 一 處理中央選舉 處理1090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 有關海洋委員會主管 預算凍結項目報告案 激發案 二 邀請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 算頭所屬列席報告 業務概況 並被執行宣傳完畢 我們今天主要的議程就是海委會的這個業務報告 還有之前的這個預算的這個 凍結案的這個解凍的這個討論 那就是我們現在先 我先來介紹我們列席的官員 還有我們那個出席的現場我們的委員 我們現場出席的委員 有這個王美惠委員 湯慧珍委員 我們介紹我們列席的官員 我們海委會的我們李主委 主任委員 莊慶達莊政務副主委 副主委長 我們陳國恩 我們這個是常任副主委兼海巡署的署長 陳署長 我們海洋寶育署黃向文黃署長 這個 國家海洋研究院的邱永芳邱院長 院長長 那個 海洋委員會這個綜合規劃處的沈建宗沈處長 沈處長長 海洋資源處的黃正德黃署長 海洋資源處的黃正德黃署長 我們葉宇蘭 知名的葉委員 我們葉宇蘭 知名的葉委員 還有第二頁 還有第二頁 正封處的陳德芳 陳處長 接著海巡署 海巡署 北中南東金馬蓬東南沙 艦隊增防 教育訓練中 12345678 12345678個分署 然後我們來從北部的 北部的這個分署長 黃明芳 黃分署長 中部 福大貴 就不見到 分署長 南部的許靜之許分署長 我們金馬蓬 金馬馬祖澎湖 廖德成 廖分署長 東南沙 東沙南沙 李浩 李分署長 艦隊分署的 謝慶清 謝分署長 增防分署的 張中榮張分署長 還有一個 教育訓練測考中心的 石大臣石主任 今天還有 列寫行政院主計總署的 公務預算處的 我們劉家委 劉專委 劉專門委員 謝謝 好 好那現在 我們先請這個 我們海洋委員會的這個 李主委 為我們上台報告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應邀列席 大院內政委員會 就主管業務 提出報告 深感榮幸 本會 以組織法 及海洋基本法 賦予之任務與使命 統合海洋政策與法令 與各級政府合作 推動海洋事務 以達生態永續 海域安全 產業繁榮的海洋國家 感謝各位委員的指導與支持 以下針對本會 近期重要業務的推動 與未來施政重點 提出簡要的報告 書面資料 已經呈送給各位委員 請各位委員參與 在近期 重要業務的推動 推展海洋立法 破壞海洋藍圖 制定海洋基本法 並沿理海洋保育法 海域管理法 海洋產業發展條例 召開協商會議 整合相關的意見 令編撰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 於2月7日韓報行政院審議 監管海洋污染 接近海域環境 海洋污染防治法 修正海污法 納入海污防治基金的設立 海費從源頭管控等 以衛星及無人飛行載具 搖策監控海洋污染 以完整海污緊急應變 並完整海污緊急應變的延期 縮短應變的時間 以及提高應付的成效 另檢測 105處海域 6處海灘 19處漁港的水質 監測的結果 定期公告周知 海費調查清理 應用人工智慧 研發自動辨識技術 模擬海費可能移動的軌跡 作為監控的依據 招募船舶加入環保艦隊 號召潜水志工成立前海戰將 總計清除海費 逾808公頓 保護海洋7地 建制海洋保護區平台的網站 持續收集公布海域水質等資訊 參與環評中有關海洋生態 保育之審查會議 與監督開發單位承諾的事項 守護生物資源 推升海洋保育 公告海洋保育類 野生動物的種類 建制海洋保育類動物救援組織網 培訓鲸豚觀察員50名 提供相關的廠商聘用 研理友善釣魚行動方案 建立友善釣魚的環境 令進行海洋生物資源的監測 評估重要生態系及調查評為的物種 增進海洋安全 強化海域治安 執行安海專案 查獲各級毒品9000餘公斤 各式槍支85隻 子彈3000餘顆 偷渡犯138人 在偷渡犯中以越南籍 占105元居多 執行安康專案查獲 誓鹽665萬餘包 走私農畜餘產品6萬餘公斤 活體動物713隻 取締不法抽殺的陸船 查扣7艘 首度依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交成法 於台灣灘海域扣留兩艘 經宣判徒刑 船殺軍沒入 加入 加強管控邊境防疫 防範非洲豬恩的疫情 阻絕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的入境 強化海上巡氣及港口安檢 進行人船動態的列管 查獲超量口罩兩岸 有效防止防疫物資走私出口 救生救難醫療後送 執行救生救難356萬112船800人 外離島後送78案86人 建立風險海域的餐具 提高高 提出高中低風險海域 劃設的標準與方法 提供各機關評估所下海域 從事水域活動之風險 維護海洋權益 加強巡護作為 在專屬經濟海域 巡護北東方海域145航次 南方海域145航次 國籍漁船 並沒有遭受菲律賓公務船 干擾扣押的情勢發生 中西太平洋公海 執行三航次的漁業巡護 登檢了48艘式的漁船 在東南沙海域方面 巡護東沙海域26航次 南沙海域31航次 驅離非法越界的船舶106艘 在兩岸重点海域上面 對中國大陸非法越界的船舶 驅離了1683艘次 扣留96艘 裁罰67艘 罰款總共有6900余萬元 沒入了25艘 展開科技技術 開展科技計畫 推動海洋科研 推動海域調查及資料庫 發展洋流能關鍵技術 已有深海矛定等亮點成果 健全非本國級工作船舶通報機制 並掌握我國研究船 通報13航次 立於國內海洋系所 海軍大器海洋局等 單位交流 創造未來發展合作 尋塑海洋文化 深耕海洋教育 辦理分區作談會等 透過專家會議與民眾 匯聚共識 共同研理海洋文化推動方向 與地方政府合作 舉辦原住民用海智慧等論壇 推廣在地海洋文化 令辦理海洋專業資能研習等活動 充實相關人員涉海知識 提升海洋事務發展的能量 並推動多元教育 培植海洋產業 推動藍色經濟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推動海洋觀光等事務 鼓勵學子 投入海洋研究計畫31案 舉辦藍色經濟論壇 推動公司協力發展 完成海域油氣活動法令資訊統合的平台 方便民眾了解海域使用的規定 培育法政人才 提升談判的能量 推動海洋法政人才培訓計畫 辦理42場次培訓課程 並與國內大學簽署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 培育國家所需的人才 深化國際合作 鏈結國際發展 參與APEC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會議 海洋塑膠廢棄物與循環經濟研導會等 國際海洋論壇 並舉辦東沙國際研討會 東南亞國際海洋論壇 亞洲海洋普魯類動物擱淺組織網 國際研討會 建立國際合作的管道 深化台美台日台飛台紐合作的交流 跨境共同打擊犯罪 令與友邦博留與諾魯簽署海巡合作協定 實施敦訪共巡及演練 健全人力結構 推動海洋事務 108年經行政院專案 經向行政院專案請征 同意合征148元 本會及所屬的人力補充 達93.5% 將持續領補優秀的人才 健全組織及人力的結構 提升資訊服務 強化資安防護 透過盤點業務等作為 增進開放資料集 提供外界來運用 辦理資通系統狀況的演練 驗證本會及所屬通報聯繫的效能 熟練快速的應變 在未來施政重點方面 第一點 研定海洋法制 深化海洋國家 推動三項作用法 完善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 推進國際公約 內國法化 接軌國際法制 在第二項 維護海洋環境 推動資源永續 保護海洋環境 持續建構海域水質環境的資料 並因應海洋污染案件 機動檢測 降低環境的損害 監控調查海費 掌握海費的熱點 運用人工智慧 建立辨識模型 攜手公司部門 合力清理 建立回收再利用的機制 共同倡通海費末端 處理的管道 監控海洋應處 建置智慧海型監控中心 並發展海洋水下物聯網 完善監測防災的應用 建立生態監測網 辦理離岸風電 生態保育 及海底調查監測的研究 評估 近海金屯族群 健康 與建置水下深井資料 落實海洋保育 第四 研究海洋菌種 建置海洋菌種研究室 其被物種多樣性資料库 在第三項 富裕海洋生態 永續海洋活力 強化救商量能 完善管理流程的機制 加強救商的設備 推動白海豚優先富裕區 推行金屯觀察員的制度 令市辦釣魚區管理制度 兼顧民眾休憩的需求 統合生態的調查 擴充海洋保育網資料库 收集海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等相關資料 統合各保護區研究調查的成果 並朝向台灣永續發展目標實施 保育及利用海洋生態系 第四 防範疫病的入境 加強岸海的安全 在強化防疫措施方面 配合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提升港府檢疫的警戒 並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防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的擴散 落實邊境管制 擴大推動岸海安康專案 嚴密海上走私偷渡茶器的工作 推動科技輔行裝備的建案 使勤務量能發揮最大效益 深化收救的能量 逐步厚實海域海岸救難的能量 規劃推動盤點區域救生救難的資源等重點項目 與周邊國家合作交流 建立跨國聯合收救的機制 第五項掌握海域的情勢 維護國家的權益 推動海域意志 建構相關法制及系統 以掌握海域的狀況 落實國際責任 持續派遣三航式巡護船 執行中西太平洋漁業巡護 打擊IUU漁業行為 維護我漁民的權益 提升南海救援的能量 藉由演練深化與周邊國家救援合作的機制 實踐人道救援 令持續監控金馬棚等海域 藉由強力的執法作為有效遏阻 盜殺的行為 第六項規劃科研方向 強化科技的佈局 帶動科技發展佈局 未來將佈局整合海洋科研資訊等五大科技施政 針對離岸風電開發的影響 聚焦生態環境及環境監測的研究 強化環境保護的作為 爭取創新科技的計劃 積極爭取智慧海洋AI平台等計劃 落實推展台灣海洋科研基礎調查工作 第七項 啟發海洋的熱誠 扎根海洋的文教 辦理海洋教師研習營及學生體驗營 普及全民海洋的教育 規劃於花蓮仇設海洋資源博物館 帶動海洋文教發展 令六月八日為國家海洋日 規劃辦理系列活動 但是現在因為受疫情的影響 目前朝著減量來辦理 以強化國人海洋的意識 第八項 推動海洋油氣 強化藍色經濟 引導地方政府辦理海洋休閒 油氣及觀光相關活動 鼓勵國人青海享受海洋活動之樂趣 營造海洋藍色經濟 建構完整的海洋產業鏈 推動海洋產業空間規劃及公共設施建設 令發展產業智慧管理 建立海洋產業雲端資訊平台 透過船舶科棚預警的功能 保障人民生命及財產的安全 第九項 持續國艦國造 推動產業發展 遵照政府國艦國造的政策 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107年至116年 建造141艘各型海巡艦艇 以強化我國海域執法的能量 令盤點統合國內船模實驗的能量 規劃實驗室營運組織的架構 提升產業再升級 第十項 拓展海洋外交促進國際合作 強化雙邊的對話 參與台美海事對話 合作對話等會議 增進國際交流合作 維護我國海洋權益 拓展海巡合作 推動與友邦國家協商簽署合作協定 落實海巡交流互助 深化台美交流 合辦2020海洋青年論壇等活動 深化雙方具體合作 爭取國際參與 參與我們的海洋大會 與國際重大會議 尋藉海洋事務的交流 深化台灣在國際的地位 增進區域的合作 實質強化跨論壇的連結 強化APEC的參與 提升我國的能見度 第十一項 培植跨域的人才 活絡機關的人力 開設海洋相關領域整合性的課程 強化應應國際跨域議題的能量 選员訓練進修 擴展國際視野 並建立合作聯繫的管道 利用結合業務的需求 規劃人力運用 辦理多元化專業核心職能的訓練 活絡海洋人力資源的運用 第十二項 籌建設施防護 強化資安管理 為因應不可預期的天然災害 或人為攻擊 採取積極預防的作為 確保重要設施的安全 109年規劃以ISO國際資安管理的標準 驗證本會資安管理系統以及制度 令建置全國海洋資料庫 提供資料共享的平台 本會為我國海洋專責的機關 將發揮政策統合的功能 制定相關法令完善海洋法制 守護生物資源落實海洋保育 推動海洋產業的發展 來發展藍色的經濟 加強邊境的查查 維護海洋環境及國土的安全 藉由深耕海洋文教 以培養海洋意識及強化研究的能量 持續推動海洋外交 與國際積極合作 並塑造我國特有的海洋文化 建構優質的海洋國家 另外 非常感謝委員在審議本會主管 109年度預算過程 對本會及所屬業務 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 這些關心提醒與督促 本人都非常重視 僅與團隊的同仁 詳加檢討後 會整提出相關的說明 與策進做法 請各位委員 參與解凍的書面報告 前接所凍結的預算 均為推展與管理海洋業務之急需 在此請請委員支持解凍相關預算 讓本會以及所屬施政的計畫 都能盡早按規劃的進度 其成來辦理 以做好海洋管理的工作 最後 要再次的感謝委員 並對本會的愛護與指導 以上報告 敬請指教 並敬祝各位委員身體健康 平安如意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李宗威 我們李主任委員 謝謝 好我們再補充介紹一下 我們幾位委員 有一位這個 我們賴慧元賴委員 就是永遠的第一名報導 我們羅美玲羅委員 這個我們主委報告完畢 我們現在開始綜合尋答 這個本會委員的發言時間 一樣是8加2分鐘 非本會委員是6加2分鐘 登記發言的截止時間 是上午10點 明時提案提出的截止時間 是上午11點 那尋答完畢後處理 我們現在請 第一位 登記第一位 賴慧元賴委員 謝謝 謝謝主席 那個主委 還有我們有請那個海巡署署長 有請主委跟陳署長 好 委員早 是 主委跟署長早 我們都知道最近新冠會員 就是災情延燒得非常厲害 那其實政府跟我們很多機關都紛紛的動起來 積極的一個防疫 可是我想要做得好 其實是要用心 本習很認真的在看我們海巡署的一個網站 尤其他在3月14號那個情人節的時候 特別的做了一個防疫的一個情話 在這裡我要請問一下 署長 這個是什麼意思 跟賴委員報告 那我們的臉書經常會針對我們 有關海洋或者是海巡的業務部分做一個宣導 提醒民眾知道 尤其在防疫期間 我們也結合所有的防疫的團隊 除了我們海巡之外 還有警政移民衛福這些團隊 所以你知道說自媒體的一個行銷非常重要 年輕人的一個對話非常重要 所以你把這個就是節慶時令 就是融入了一個你的臉書的一個防疫的宣傳 那做得非常好 謝謝 為什麼你是我內心裡唯一遺取的一個偷渡客 這就是 這什麼意思 呼應年輕人的話 這呼應年輕人的話 對對對 他們 你像最後那一者就是 那個叫總裁 就是 叫衛福部的 那個犬 那一句話就很感動 所有的防疫 表達了防疫同仁的辛苦 他說我部長陳時中 像類似這樣的話 所以那個按讚力非常地高 每一個部會 按讚力 一天多就有四萬多人按讚 有四萬多筆的按讚 那可見就是說這個臉書的一個經營非常地成功 那你的具體的防疫成效在哪裡 你查記到了多少的一個走私的那個防疫管制品 我們在從防疫開始 這段期間總共有查到三件的有關口罩的部分 大概都有八萬多片的口罩 包括在台北 給商港的部分要出境的旅客客運 是 他本來規定是 這個五合 兩百五十片 他超代了另外五百八十八片 所以查到了 所以我們通常很多時在查 包括到馬公漁港 他的漁船 要運 說到七美 他運了七萬多片的口罩 那在陸地上也有難到一萬多片的口罩 那就是另外有遺照酒精的部分 就是用這個不是我們一般的酒精 遺照之後 在我們茶器隊也查核到 類似這樣的案件 你查核了以後 事實上這個是有成績的 可是你怎麼精進你的查核上的一個工作 黃毅的查核工作 未來有沒有一個比較進階的一個黃毅查核 就我們從海上來講 海上我們的艦船艇在海上巡弋 現在是加強他的強度跟 肢減的強度跟巡邏的密度 在所有的 包括金馬鵬的海域 包括我們鵬嘉宇這個北部海域 中部海域 包括宜蘭宇的海域 都有這樣的一個艦船的加強 在海上的這個部分 防走私防脫渡 那在暗季的部分 所有的我們兩百多個這個 漁港安檢所 還有我們的巡邏戰 還有我們的雷達徵收 來掌控所有的海域的狀況 那建港的部分是做百分之百的安檢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 希望能夠做到滴水不漏 主決於盡快 然後希望我們所有走私偷渡 所以署長 你對近期的一個黃毅的工作 非常的滿意 所以你把這個整個工作量的密度提升了 好 那我們也是期待 就是說黃毅不要有一個破洞 那在這裡我要再針對著一個 就是中國的一個遺傳 大量的在我們台灣的一個沿海 那個抽砂 抽砂的一個船隻 署長 那個從你的內部資料裡頭 我們去看到了說 中國他雖然禁止東南各省的沿海的一個抽海砂 可是 可是他基本上又是有一個默契 他幻任他的抽砂船 違法的業界的抽砂 甚至在去年還衝撞了我們的海巡員 其實這樣種種的一個 非常明確的一個爛彩 倒抽 如果你認為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還有就是說這樣的一個情形 你有沒有什麼因應的作為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掌握了可能抽砂的地方 一個是馬祖海域一個是金門 然後還有在澎湖西南方 大概的海域裡面有一個叫台灣灘 那目前這幾個海域 我們都有部署這個艦船艇 去做這個查扣的動作 那麼最近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 包括我們跟馬祖的這個 他們的海洋執法支隊 我們有兩岸執法的合作 那一起來做這個這方面的一個查扣 那有一趟是大陸 中國他扣兩艘的船回去 那我們這邊的海域裡面把它驅離 但是我們有15艘 錄影收證 把這些資料送給大陸去做柴華 那另外他們自己也在 周邊的海域也查扣兩艘 那這個執法的動作一直都在做 我們是完全有掌握的 那我們也去年也查扣了這個七艘 都有做那個拍賣 裁划 包括船員船長的部分是 刑法的部分是大概六個月的這個 居留 好像聽起來是不錯的署長 就是說中國跟我們密切的合作 打擊揮法的業界 這些遺傳的一個抽殺作業 可是這是算真的要算假 你個人的看法 當然是玩真的 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其實 他有的是錢 你知道這個船 他們的船老大他們的船隊 其實他們是有一個互助的一個模式 只要你扣他的船 你要划他的划金 其實他們都不當一回事 因為只要有一艘船被扣到了 其他的船隻會負責幫他把這些錢募款到 所以你認為你認為就是說 應該要有什麼積極的一個做法 需不需要修法 事實上其實這個檢方或院方也都非常配合 我們查扣回來的他第一個是 按照這個加重竊盜罪來判刑 在金門跟馬祖海域加重竊盜罪判刑 你不管你的什麼竊盜罪還是說你的罰款 你的查扣基本上對他們沒有阻嚇的作用 你看這麼大的一個獲利 108年的稻財量是暴增 跟107年是暴增了12倍 這麼有這麼暴力 他當然是不會在乎 所以署長我覺得是不是就是說 你我本席在這裡要求 你的加強起地中國不華的一個抽殺的因應對策 你一個月內是不是繳個那個書面報告給我好不好 這個沒有問題 好 那署長我們在針對的海匯的清理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近海 近海的一個海洋的會晤問題日益的嚴重 那已經對海洋的生物跟海洋的景觀 造成了很嚴重的一個衝擊 甚至就是說有海洋專家還在講 那個大概到了2050年的時候 海洋垃圾會比海洋中的一類還來得更多 那主委你對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你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 我想特別跟委員做報告 就是海洋的廢棄物 現在是所有的人大家都共同關注的一個議題 共同關注的一個議題 不光是我們還有世界各國都在共同關注 院長也特別的要求在象山致敬以後 就是象海致敬的運動 要發動這個運動 這個運動第一步就是要清潔海洋 好清潔海洋 主席 清潔海洋在這裡我請教你 除了你本人以外 你主委還有我們的署長 還有我們的國家海洋研究院的院長 裝俄規劃處的處長 還有我們海域安全處的處長 科技文教處的處長 國際發展處的處長 海洋資源處的處長 還有我們秘書室的專門委員 知情室的主任 人事室的處長 還有主計處的處長 請你們站起來 各位處長 我在這裡請教你 你們有沒有從事過一次的淨灘活動 如果有的話請你們坐下來 有沒有 有 署長先坐了 那其他的還站著的人 你們不知道都有坐過嗎 那旗津的海灘的這個淨灘 淨灘 對啊淨灘 淨灘 那到底是有沒有 為什麼 你講了以後他們全部坐下來 我剛才問的時候他們都站著 這個委員可能要講說 這個期限在哪裡 是在去年一年呢 還是最近一個月呢 還是最近三個月呢 你剛才看到你的處長 你相關局勢的處長 對於淨灘的活動 是這麼樣的一個陌生 這個委員我跟你講 我們去年參加了350幾次的淨灘的活動 你本人嗎 你本人嗎 我自己也有去參加過淨灘 對不對 我還去主持過淨灘 我跟委員講 其實這個向海致敬 它這個是把整個的分工分得很細 有各個不同的機關來主管 那我們海洋委員會現在主管的 這是一個海漂垃圾 一個海底廢棄物的清除 還有這個海濟油物 主委 就是因為你們分工的太細了 所以你們每一個每一個單位 都有不同的一個預算 不同的一個預算 就是說你海巡署邊一點 其他的局勢邊一點 那個主席請再給我一分鐘 那這樣子的一個分散 是不是可以定的更詳細 然後有一個整體化 那你可以就是說 把這個海洋會計物管理法 這一個立法 把它真的就是說連結起來呢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在做這個事情了 特別跟委員報告 這個在海費處理上面的預算 大概都集中在海洋保育署上面 由海洋保育署整個來統籌編列 然後去 比海會署的預算有多少 海保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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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海保育署 針對總預算是兩億左右 那針對海費跟海物的部分 基本上是六千多萬 那另外有跟行政院爭取第二預備金 有四千多萬左右 署長 這個籠籠總總不到一億多的錢 可以就是說 清這麼多的一個 那個海邊的一個會器物嗎 所以我在這裡在要求 是不是就是說一個月 把這個書面報告給本席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我們謝謝賴委員 我們請葉宜蘭葉委員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事 好 主席我想邀請海委會的李主委 還有海巡署的陳署長 來李主委陳署長 請上報告台 委員早 署長 不是署長 現在已經是主委 主委早 好 主委其實我 很多年都在以前的海巡署 擔任很多委員 所以我也去過 我也去過東沙 那 我不知道將來我們內委會的同仁 有沒有機會 就是我們內政委員會的同仁 有沒有機會也到東沙 去看看我們在過去 海巡署在整個海洋保育各方面 包括淨灘的這些 這些成就 不過 雖然跟海巡署跟海委會 我的淵源算深 但是 因為我是新科立委 我還是有點害怕 因為 因為我們最近 有一些 這個我們上個星期 本院的吳思懷委員 在向其他的 在國防部索取一些資料的時候 有遭遇到一些批評 所以我想請教主委 我們海委會的業務 有沒有涉及到國家機密 我們依照國家機密法上面 這個哪一件公文屬於什麼等級的這個這個機密 機密等級都會有個判定 都有嘛 對 用正式的文書 還給這個發 這個送還給委員 但是會他上面特別註明 這是屬機密資料 希望委員 要妥勝的依照國家機密法來保管跟處理 是保管跟處理 但是有的時候也會給 也會提供給我們 對 我們會檢討 因為委員問證有需要 我們就會給 但是我們 是要委員 收到了這個 一定要依照機密保護法來去做好保管的工作 是因為 也不可以去對外做其他的運用 沒錯 所以 其實本席最大的擔憂 因為我們都是屬於軍警系統出來 其實我一向都很守法 只不過是 上個星期這樣的風波之後 我開始在擔心 未來我像 我像 海委會 像主委 要索取資料 或向官員討教的時候 是不是都要錄音錄影 才不會被 外面抹黑 不是說有這個機密的這個 要索取這個機密的資料的話 一定要有正式的這個公文來 我們依照公文的處理的行政的程序 然後再依照國家機密法來整個的交給委員 這個是一個責任的歸屬的問題 所以說這個委員 一定要我們務必要依法來辦理這個事情 所以只要我們依法行使我們的職權 都應該都是在規矩之內來行使 因為委員是我們內政委員會的這個委員 所以說委員的問政的需要 我們當然就會提供給委員 好 非常感謝 我接下來要請海巡署的陳署長 署長 其實 其實剛剛我們賴委員也有提到 那我們海巡署的同仁 其實這段時間 不管是在查契 包括口罩的走私等等都很努力 但是其實我 因為海巡署裡面有很多過去的學生 我很擔心他們的安危 那因為海巡署的核心任務 除了漁權的維護 救生救難 海域治安 海洋事務 海洋保護 每天在岸跟海上面執勤任務的船艦 跟人員都很多 那也會接觸到很多不同國家的漁民 漁工 甚至於跟偷渡客都有接觸的機會 那我們有的時候我們還要登船去檢查 帶捕走私 偷渡客 那對方到底有沒有染疫 我們都很害怕 都不知道 所以我比較關心的是 我們的執勤人員 我們的海巡弟兄們 有沒有做好最嚴密的防疫措施 那我也想要知道 我們到底我們的這個 我們現在所有的船艦的防疫做法 現象是怎麼做 以及我們所有勤務人員的防疫裝備物資是否足夠 不要告訴我說有口罩 觀光口罩是不夠的 尤其我們看到最近 整個不只是在台灣 在大陸 在很多國家都一樣 現在境外感染的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覺得我的海巡弟兄 現在正在面臨一個非常非常 巨大的一個威脅 請組長 個人委員報告 整個防疫的工作 武漢會員開始 就是從1月份 我們1月8號就定班了 我們因應武漢會員的 這個防疫的相關的應變計畫 那我們所有的海上行區的這些所有的艦艇 都有奠定一個標準作業的程序 包括登船檢查或是相關的查器 包括偵訊解送 包括人員做留置 包括這個參與勤務的人 後續的防治醫療的自主健康管理 都有一定的規範 譬如說在登林檢查的時候 登林大陸這個船舶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要佩戴口罩 注意本身的這個安全 那結束之後所有建船艇都要做過消毒 那如果查獲到走私的也是動物或拖渡的 所以人員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用全套的 我們有隔離衣有防護裝備 全套上去 那也要了解一下 它這個航行的這個路線跟目的 還有船上的人身體狀況 是不是有花燒 有這個相關的這個需要立即通報的 包括防疫的防檢局跟衛生單位 我們會都立即完成通報 如果查到嫌犯 我們有一定的偵訊的標準 這個偵訊的標準作為程序也定出來 我們跟地檢署都有商談過 怎麼樣的 這個在一站 這個隔離處 在這個處所偵訊之後 將來 要我們可以用視訊 也可以檢察官到現場來問 就避免在移送的過程當中 所以署長 我們每個地點都有視訊 偵訊的設備吧 那個我們跟檢察官會 我是建議每個地方都要配備 然後剛剛署長講說 好像會有不同的 不過我只是要提醒署長 我們絕對不能夠讓我們巡護的船艦 成為鑽石公主號 那我對於署長認識已經40多年了 所以我對您是有信心 我相信您也會給我們弟兄最好的配備 但只是我想知道一下 您剛剛有講到說 必要的時候也會穿上防護衣 我個人以為 在海上執勤的同仁 每一個人就是口罩 N95口罩跟護目鏡 是不得減少的 那防護衣當然最好是有 那我想針對於海巡署108年 查獲越界捕魚 非法海上交易走私偷渡客成效 想要了解一下 那我們會不會因為疫情 而影響我們的海上巡護任務 我們在海上登檢漁船查獲越界捕魚 或者海上非法交易做私 面對不明的 不明的漁船漁工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其他的特別的 特別的一個防護做法 我還是想要知道 防護衣口罩手套這些 我們的數量是不是準備足夠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海巡署過去良好的傳統 就是一定要有儲存一定的存量 還有一個配護的基準 配護的基準都定在那裡 那現在有關口罩的部分 是疾管署統一來撥發給我們 但是其他的防護衣 還有這個護目鏡 還有包括我們有背負式的 這個手動的噴霧器去做消毒的 這些設備都這個基準都超過我們安全存量的百分之一百以上 所以這個安全存量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應該什麼樣的狀況 配備什麼樣的這個防護衣 或者是護目鏡都沒有問題 包括因為過去在執行揮桌豬瘟的時候 我們你看到這個我們同仁都是全戶武裝的 去做揮桌豬瘟 他怕有這個疫病在上面 所以這個過去揮桌豬瘟 從107年底執行到現在 我們執行過太多這樣類似的任務 所以包括我們安檢第一線 或在艦船艇上的弟兄 他都在船上都有配備這些 好 我的時間已經快要結束了 不過我很希望是有這個事後 海巡署可以提供給本席這個書面資料 就是針對我們 對不起 在上面一頁 我希望你們提供我這個 海巡署跟國防部農委會 如何合作來維護漁民的捕魚安全 以及海巡在編裝的船艦的數量跟頓位 我們有沒有繼續再強化 那最後 最後 本席還是要提醒 還是要提醒 我們除了在 負責我們自己的 這個 岸海的巡護安全之外 一定要注意人員及船艦防疫措施 要嚴密做到阻絕病毒於境外 絕對不能讓我們巡護船艦成為鑽石公主 謝謝 謝謝我們葉委員 現在我們請張綺路張委員 張綺路張委員 張綺路張委員沒有到 審發會陳委員 這至今 蓉德 constants 我們請離主委 lieu主委 請來主委 來主委 海洋委員會從這個2018年4月掛牌 是 掛牌到現在可以說這個兩年的 將近兩年的時間了 是 我們可以知道說我們這個這個海洋委員會 我們在在在行政院成立這個一級單位海洋委員會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它事實上就是代表著包括我們總統 包括我們政府 現在對於海洋事務整個的重視 可以說它標誌著一個國家 對於海洋事務的一個重大政策 重大目標 的一個 一方面是詮釋性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也是一個 我們希望能夠將海洋事務做業務性的整合 成為國家發展的重大目標 那所以 也就是說我們海洋委員會事實上是 對我們整個國家的發展來講是一個 我們預期它會是一個重要的 一個政策單位 那這個 從2018年4月掛牌到現在成立將近兩年的時間 我想 畢竟它是一個新的單位 那因此這兩年的運作裡面 我們想要了解的就是說我們目前 我們這個委員會對於我們這兩年的運作 我們本身有什麼樣的 的這個肯定或者什麼樣的檢討 呃 非常謝謝這個委員 我想 呃 海洋委員會成立啊 剛才委員講得很清楚啊 就是表示政府重視海洋的各項的工作 要確確實實做到海洋立國的這個 那海洋委員會成立以後啊 這其實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法制 海洋法制的建立 所以說我們在去年 呃很積極的推論海洋基本法 好這個這個我知道這剛剛業務報告都有報告 我現在是要了解說我們檢討的部分 我們這個海洋委員會的運作 這兩年來有什麼需要檢討的地方 這個呃其實一個單位的新行程啊 其實有很多的東西啊 都是在慢慢的整 這樣好了 主委這樣好了 我就就幾個我們看到的問題 好來跟主委來溝通 第一個就是我們根據這個海洋基本法第四條 我們就明定這個海洋委員會 因為是一個新的單位 所以我相信他的權責跟其他有很多單位 他原本可能附屬於其他單位 原本他可能位階沒那麼高 齁或者是怎麼樣 他把整整整個業務整合在一個海洋委員會裡面 因此 我們的業務裡面確實是有很多業務 他事實上跟其他 政府其他單位他是 有所目前可能是有所這個 法規的衝突或者是重疊 齁或者業務分工上面的不明 這個部分 我們按照海洋這個基本法第四條是 應該由我們海洋委員會來進行 就各項業務跟法規來進行盤點修法 還有進行協調 請問我們這兩年的時間 我們有跟哪些單位來進行 我們業務上面職權上面 重疊衝突的地方的協調 我特別跟委員講 委員報告 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這個海洋委員成立的時候 直接歸到我們海委會的職務 業務只有六項 其他的有關海洋的業務 其實都還是在原主管的機關 對 那我們跟原主管的機關 一直在這裡一年多的時間 一直跟他們密切的 協調 這個 把這個工作 做一個明確的劃分 我想我想這個主委 以我們的期許 這個海洋委員會 作為一個海洋事務的主導單位 那在這些法制的過程中 應該要將這些相關的職權 盡量整合到我們海洋委員會裡面來 包括很多 我們包括現在內政部的這些海岸尋防 包括這個經濟部的這些 這些海礦 海洋生成水等等 文化部 這些海洋資產管理保護 這些都應該要 由我們來主導 在法制的過程中 將這些業務納入海洋委員會 不然海洋委員會在那裡 除了海巡以外 其他的業務 基本上是空殼 這個特別跟委員報告了 其實就是個原來的主管機關 他願不願意把它移過來的 這個我們要主導 好不好 這個我們要主導 這是這個政策 對於海洋委員會的期許 除了這個以外 再來我們這個整個委員的編制 經過兩年的時間 事實上我們有沒有檢討 我們事實上 我們政府的這些一級 的這些 這些相關委員會 包括我們原民會 包括這個 這個陸委會等等 大部分的委員會 他要嘛就是官方代表 要嘛就是民間學者 像我們這樣子官方代表 民間學者混編 成一個委員會 他本身這樣子 再加上我們的這個 這個 海洋委員會的這個組織法 第三條 對於這個我們 海洋委員並沒有任期的規定 這個部分是不是 我們在未來這個法制修 修法上面 我們必須應該要做一個 我們運作上面的反省 這個 呃剛才委員講的 真的是 很對啦 其實我們也在檢討這個東西 就是說 沒有任期 這個是不恰當的 對 我們要去把它 來訂定 用看看是不是可以用行政規則來去 來去把它 訂定一個任期制 然後 然後這個 我想這個任期制 恐怕要修法吧 它恐怕沒有辦法用行政 呃那個委員 那個法上面並沒有說是 可以 可以這個 定期或不定期啦 所以我覺得 我們再去在法規上面再去說 福底抽薪你還是要在組織法上面做修改啦 你你這個這個任期齁 目前這樣子沒有任期制齁 再加上這個這個官方代表民間代表的混編齁 我想這會有很大的問題 包括你這個海巡署 海巡署 這個也是我們應該是我們的業務 剛剛講過海洋基本法第四條所明定的 這些各項業務的這些 這些衝突法規的整編盤點 修法 這些都應該是我們海洋委員會要主導 但是事實上 我們現在 海巡署我知道已經按照我們這個海 海洋委員會的這個海巡署組織法 現在已經公佈實施 在107年已經公佈實施 但是我們原來的行政院 這個海岸巡署 行政院海巡署的這些所屬組織機構 這些法並沒有 沒有廢止餒 還沒有廢止餒 這個 其實這個海巡署的組織法是在今年的 今年1月份 1月份才 考試院才核定下來 對 核定下來以後 我們這個核定的公報以後 我們應該把原來的行政院的海巡署 對 那你們還沒有廢止嘛對不對 這個事情 這是你們這個業務該做的 盤點這些法規之間的衝突啊 我們 要放我那個編制表的部分 再來齁 還有編制表 再來 另外我們一個重要的 我們下面除了海巡署 再來就是我們一個國家海洋研究院 是 國家海洋研究院我們目前 他的整個權責 也有跟很多單位重疊啊 呃 跟委員報告啊 就是說 委員都很關心這件事情 很多的委員都跟我提 其實喔 我們跟這個 科技部的海科中心中間的重疊性 大家都認為很高 其實 我們仔細的去看了以後啊 其實兩個還是有分野的 因為 不只科技部的這個這個海研科技中心啦 包括我們那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的 這個港灣技術研究中 這個也都重疊啊 我跟特特別跟委員要講的 就是說 這些原來以前的這些 他們都是做區域性的短期的小範圍的一個 科學的研究 但是國家海洋研究院成立的時候 依照組織法賦予它 它是要做全面性的基礎的調查 也就是說 由國家海洋研究院變成一個資料部 這個我知道 這個我都不怪你們啦 因為這個組織剛成立 但是我認為說 我們的這個 這個國家海洋研究院 它未來就是 應該要把這些 不管是全面性的 不管是這些 局部性的 它都應該要再納入整個國家海洋研究院 對 我們現在做 我們現在做的就是做的 但是齁 在就中和我剛剛所講的這些 我們職權上面這些 以及我們這些委員 包括我們官方民間這些混編 的這些問題 產生了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海洋研究院 它其實它大部分的業務都是委外辦理 都要百分之五十九 百分之六十的這個 這個業務都是委外辦理 委外辦理沒關係 初期委外辦理 但是這些委外辦理的研究案的過程當中 卻出現了很多我們自己海洋委會的委員 自己擔任評審 自己的案子來送 自己擔任常務理事的協會 來主導來參與投標 投標之後審查又是這個協會的 的理事在審查 那最後這些研究成果出來之後 送到海洋委員會 委員又是他 這樣子妥當嗎 這個我想應該是避免的 避免齁 我現在就跟你 跟這個 跟主委報告齁 我們這個投標案裡面齁 就有兩個案子 兩個案子 研究主持人 都是我們前立委 邱文彥邱立委 他現在也是我們海洋委員會的委員 對不對 對 他自己做研究主持人 他就標了兩個案子 一個151萬 一個144萬 這兩個案子 他的整個 他 這個邱文彥委員 他本身又擔任中華民國海洋事務政策協會 這個單位來投標 結果這個單位來投標 他的 這個得標單位的評選委員 就是這個協會的理事 胡電主教授 他就擔任這個協會的 就擔任這個案子的 的評審 評選委員 選出來讓自己做 自己做完之後 這個研究成果送到海洋委員會 又由自己來審查 主委這個妥當嗎 我覺得這個有監討的必要 這個 這個齁 現在這個案子 當然國家研究院剛成立 國家研究院剛成立 你這些案子 你說100多萬的案子 看起來沒有很大 但是 這個就是瓜鐵底下 這個就是我們應該避免的 對不對 對 那這幾個案子怎麼辦 我們來去檢討 其實這個海域管理法的 這個制度的研究的 這個委託案 其實邱 邱委員 邱委員 他是 在海域管理上面 他是非常專業的 我跟你講像這個案子 木已成舟 你們要嘛 就是 我們看他的成果 要嘛 什麼成果 成果他自己在看啊 他就是海洋委員 這個我們可以去 另外再去學者來評論吧 我們把他的研究成果 可以給另外的學者來做評論 所以你們 像這樣子 已經承包你們自己的研究的主持人 的這種案子 我看這種委員 你就檢討這個委員 雖然沒有任期的限制 你就檢討一下 是不是調整 不要讓他自己擔任委員 擔任我們海洋委員 自己的案子 審自己的案子 難看啊 這個 這個案子 我們 以後的這個 這個委託案 我們會 今天我們第一次跟你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後面還有很多 我以後有空再跟你談 好 以上 是 謝謝委員 接著請 張宏露張委員 謝謝 來 請李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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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長 來 主委 從非洲豬瘟到五萬肺炎 其實海巡 我們還有會海巡 這些都是站在第一線 是 那你覺得像現在 兩個 又是豬瘟又是肺炎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能力夠嗎 我們到目前為止 勉強 大家同仁都很辛苦 不不不 你說勉強兩個字 這樣子我很擔心喔 到底是夠還是不夠 就是夠 但是同仁們的勤務大概已經排著 就已經到了這個 到緊繃了 對 那你要知道喔 我們現在很多 尤其是我們對非法越界的漁船 是 那些應該都是中國人吧 是 對不對 那在中國這個肺炎那麼嚴重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都是第一線跟他們接觸欸 是 那我們海巡的弟兄 我們現在有什麼 特別的防護措施 我們的防疫的物資啊 在SARS以後啊 依照這個中央的規定 我們都有30天的戰備存量 大家的項目包括防護衣 口罩 這個面 眼罩 還有手套 全套的都是 所以說在 非洲豬瘟房子的時候 看我們處理任何的都是全套的防護 那我們這些把它都會放到這個執行的船上面 備用的 假如說有這種查扣的這個需要的時候 去做燈鈴檢的時候 他們就會穿這個防護衣去上去做這個燈鈴檢 但用量咧? 呃 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使用了以後就向中央這個防疫這個指揮中心去申請 就會補充 量都充足 量現在都充足 一天大概 也有可能用多少 有說防護衣一天可以用到多少 我們防護衣現在用的量還很少 那真正用的量大的是口罩 口罩大概一天要4000多片 口罩我是覺得還OK啦 但是我覺得啦 你有時候登船鈴檢有時候要什麼的話 這些不是只有口罩可以做的 對現在登船鈴檢就是一定要穿防護衣 那就是看每天登船的這個數量 所以我要問的就是要請教人就是 所以一天用多少防護衣啊 所以是現在暫停登船鈴檢嗎 對我們現在還是有 就是我們現在以驅離為主 但是他假如不聽的話我們還是登檢 所以目前為止的話 齁 這肺炎期間到現在有登船幾次鈴檢呢 呃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 就是現在都是驅離 都還沒有登檢 所以現在都沒有 對不對 當然我們也要保護我們那個弟兄的安全 不過如果到現在齁就是這個肺炎期間都沒有登船鈴檢的話 其實你這個訊息也是釋出了喔 你這個訊息也會釋出了喔 讓想要 讓越界的 這些 這些中國級的漁船 齁 你也是相當的程度 你也是釋出你的訊息啊 這個就是我擔心的啊 我們還是會強力的來執法啊 就是說 我驅離 假如你不聽的話 我們就採取登檢嘛 登檢該查扣就查扣啊 該留置就留置 一切都是依法來執行的 不不不不 當然我都知道依法執行嘛 對不對 我現在就是說 你這樣相同的訊息也釋出了出去 我覺得啦齁 在這個非常的時期裡面 那你驅離的手段有沒有更加強 更嚴格 有 對 我們現在 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說 我們第一個我們把我們巡邏的這個 海上巡邏的密度增加了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用這個無人機 來加大這個徵收的範圍 第三個就是我們還有熱險象儀 夜間的話 他假如說趁夜進來的話 我們夜險象儀還是可以掌握住它 所以說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的驅離啊 這個巡邏跟密度增加了以後 驅離的效果就是很好 那最重要的還有一點事情 就是我們的海上作業的漁民的朋友 都很配合 他們當發現了有越界的陸船的時候 他們就會無限電告訴我們海上的直行的這個艦艇 然後我們船就可以在第一時間過去就 有啦這個我記得 我第一次諮詢你的 第二次諮詢你的 我就跟你要求這一點 是 我就說我們的漁船都會這樣子嘛 所以我就 那時候就跟你要求了 是 所以我今天最主要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在 又要對抗非洲豬瘟 又要武漢肺炎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弟兄該給的都要給 那我們的手段我認為 更強烈一點都沒有關係 因為你沒有辦法登船 暫時最好不要隨意登船的情況之下 你在驅離的強度跟作為 我認為應該要加強 態度要更強硬 我們絕對會這樣子 然後只要他有這個不配合的 我們甚至都動用非致命性武器 來做這個 我是希望要用最強烈的手段 這個你要這樣子的話 那署長在這邊也有聽到 我希望我們的弟兄 能夠在不登船的情況下 用最強烈的手段 那也顯示出 我們是一個主權國家的一個態度 我們在海域裡面碰到這樣子 就是用散彈槍 還有用強力水炮 驅離 那現在還有個兩岸 血統執法 像最近 這個馬祖海域 就是 他們的執法支隊 跟我們的艦船艇配合 然後在海域裡面 一天 他們扣回去兩艘 然後我們收證 完整的收證 十五艘 然後讓他們帶回去彩法 這樣的機制 都一直存在的 好 反正我是希望用最強烈的手段 這個要保護我們 我們自己國人的安全 好 那我 來 主委你先留一下 我請那個 這個 海保署黃署長 來 香港沿海今日出現了口罩垃圾草 你知道嗎 知道 有知道 知道 那台灣有沒有出現 台灣最近在北部有些淨灘地方有出現 有出現 那你知道這些台灣的口罩是 其他地方漂流來的還是台灣自己製造的 目前還沒有特別去做區別 蛤 目前還沒有去鑑定 那你們 你說北部有一些有 全台灣只有北部有嗎 這個 我要跟委員說說明 就是說 其實我們台灣北部在海灘上面發現的這些 都是零星的 並不是像 這個香港它是一個區域 大量的 所以說這個零星的 我們在研判有很多種 這個 可能 就是一個就是我們 隨意丟棄的 或者說在內陸丟棄的 因為下雨啊 或者河熱沖沙 飄出去的 那假如說是從 外面海上飄過來的話 它會有一個成一個帶狀 那這個就很容易這個發現 那我們現在對這個海漂的垃圾 我們現在採取的這個全面的在監控 包括我們用我們的這個飛機 我們用衛照 我們用我們這個這個 船 我們海巡的船艦艇在海上執行的時候 看到有這些海漂垃圾 都會做一個通報 所有的通報都會到海保署的他們的這個海費的平台 治理平台上面 我們去分析它的流向 分析它的熱點在哪裡 然後我們再來研判它是從哪裡出來的 然後再去怎麼去做後續的後端的處理 所以說這個目前來看 我們委員擔心的說會不會有這種這個外 國外的這個這個使用過的這個口罩啊 或者說防疫的這個物質漂流到我們這邊來的 我們都在掌握我們也很關注 不希望有這種狀況發生 最主要是這個口罩啊 不能變成防疫的漏洞 對這個這個我們已經注意到 這病菌在口罩上面也可以存留好幾天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 是 你今天這個所有的口罩不能把它當成一般的廢棄物啊 所以你們在有監測到也有這些口罩的時候 你量目前看起來台灣量是不多 是零星 非常零散 是零星是不多嘛 對不對 那有沒有拿去檢驗過 這個 我請那個保育署往後來檢驗 我要問的就是有沒有拿去檢驗過 目前是沒有 我後面的我請這個保育署啊去重視這一塊 目前都沒有 是沒有沒有檢驗 啊既然有發現都沒有檢驗 所以我們就沒有料理從野了 我們沒有提前部署呢 啊這個有可能很多人 會會去接觸到咧 是不是 那個署長 啊你們都沒有跟都沒有檢驗過 啊也沒有跟環保署 有開過會有協調過 這個不能後續有沒有跟環保署在協調 哇後續 我今天如果沒有問的話是不是就都沒有動 你們什麼時候開始發現了 最近這一週有民眾回報在海灘上零星發現 啊回報啊你們怎麼處理 之前可能就是跟海漂垃圾一起心裡掉這樣子 就只有這樣而已 啊完全都沒有警覺性都沒有去處理是不是 不是 你的回答是 是讓我覺得你沒有處理啊 我們我們會立刻去做處理 立刻做處理如何處理 我們 我們基本上會到海邊去 收集到這些口罩之後送給相關單位去做檢驗 那怎樣 送給相關單位做檢驗 我跟你講喔不要慢半拍啦 竟然給你們成立了海委會 該你們的權責你們就要去處理啊 那一個禮拜了竟然民眾跟你們講你們連動都沒有動 欸很奇怪咧 署長你們當初接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這個訊息的時候 你們把它當成怎麼樣事情來處理 呃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會盡快去做處理 不是嘛我在問你 你不要一直放錄音帶嘛 要盡快做處理 我現在問你的 不是不是 主委 我現在問你是你們當初接到的時候 啊你們怎麼去處理 呃這個部分主要是最近在臉書上面看到民眾的回報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去確認詳細的地點之後盡快去當地去做 到現在詳細的地點還沒確認嗎 就在北海岸的幾個沙灘 哪幾個 呃 詳細再回去確認一下地點 你乾脆跟我講你不知道就好了嘛 我我為什麼今天要這樣子問你 這個就是一個漏洞 有多少漁民多少遊客多少人會去接觸到 那你們既然已經知道這樣了 啊你們既然不動 人家衛福部人家所有相關部會人家動成怎樣 那你們這樣子會造成漏洞欸 署長是不是 我們會儘快去做確認 蛤 不要一直回答我 你只會儘快做確認 你要回答我問你的問題啊 我剛剛問你什麼 呃 擔心防疫漏洞的問題 啊對啊 啊你們只會回答我你儘快做確認 那個主委 我希望啦齁 像這樣子 我說真的啦 這樣不及格啦 這一塊 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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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齁 我剛剛問你的你們做的齁 還不錯 還有照照這個SOP照該做的去做 但光這一塊 我真的覺得做的不夠 不過這個 剛剛他的回答等於是完全沒有做嘛 我覺得主委 這個回去你要要求啦 是 這個 不可以讓台灣的破洞 在這裡啦 這個這個特別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 像這種病毒喔 他會不會在海 像我們就是說 要防病毒的最好的就是洗手嘛 那這種在海水裡面 這個病毒還能 還會不會存活 我們去去跟相關的單位再去做一個討論 那這個要不要處理 要處理 會不會形成漏洞 我想有可能 所以說我們會積極來處理這個事情 然後我沒有沒有這個 這個 我們有這個 這個 呃 慢半拍的這種現象 我想我們會把它趕上 我我我我我我 齁 時間到了 所以我不想講 我覺得啦 料敵重演就應該料敵的 該做的事就要做啦 是是 海保署不是 你今天既然有 我們海委會已經成立了 海保署就不是一個 光 齁 做書面文章的一個 一個 一個單位啦 也不是來做研究而已啦 是 該做的事就要做啦 不然要這個 要成立這個幹嘛 齁 是 好主委 謝謝 好主委 謝謝我們張委員喔 好我們請黃世傑黃委員 好主委喔 各位同仁 呃 我們是邀請我們所長 是 是主委還是主委 主委 好我們理主委齁齁 等一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呃 委員長 主委 呃 主委長齁 欸 我想齁今天是海委會齁齁的這個 這個月曜報告嘛齁 那我們也通過特別預算了齁 上個禮拜 是 那 海委會有變一點惡意也通過了齁 那 剛才很多委員的質詢到了齁齁 防疫 的部分 是 希望不管是在海岸或是說巡物部分齁 這個 今天1月的跡象還不錯了齁 有322件 但是謝謝你們努力 一直都沒有重視海岸線這一塊 所以造成沿海的管理 很多漏洞 不管是在水底保持也好 或是在廢棄物 有很多失色的廢棄物 都做垃圾廠 那所以我們強調整合性的管理 都包含產業的部分 包含油漆的部分 也包含了研究的部分 那所以說我們去年 行政院也正式的 將山民來解禁 開放給我們所有的國人 那麼海也應該 這個海岸的部分 應該有相應的資源利用 以及生態保育的部分要併重 那 我有看到你們的這一個 業務報告裡面有提到 我想問一個比較具體的問題 就是說 這一個 因為你們要整合嘛 剛剛業務委員提到說 到底其他機關現有的業務範圍 你們跟人家談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整合進來 譬如說 我們下一頁 我們的這個海域的活動 海域的活動 當然它很複雜 假設是漁港的話 跟任務會有關 他們管理這個休閒營業 那假設是這個 油漆 所謂活動辦法 是在發展觀光條例裡面 是交通部 的業務 授權給各地方政府 那你們也有提到說 你們有做這個 建立風險海域的餐具標準 這個研究 那我想要救駕於 主委就是說 這個部分到底我們跟相關的各機關 還有地方政府 你們之間的聯繫 還有說這個推動的情形是如何 這個特別跟委員說明的 這個向海致敬 這個活動 第一步 第一階段 是捷徑海洋 就是把海岸海域 都把它恢復原來的乾淨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開放 開放海洋 開放海洋就是說我積極來開放 但是我要有效的管理 所以說現在由行政院的張政務委員 來統合這個所有的相關的部會 由我們這個海委會來負責 負責擔任秘書單位 朝整個怎麼樣去開放 怎麼樣去 等一下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就是你是推到第二項 所以我只是做 我只是做秘書單位 我負責研究而已 那你那個整合性的海洋管理 那你是主責的機關 這個我特別要跟委員講 其實依照組織法來講 我們不是整合 整合就是我要把人家的東西 拿到我這邊來去做 其實我們組織法規定 我們海委會是統合 我只把要從哪個方向 跟大家共同來討論 大家都 對啦我們不要玩文字遊戲 統合跟整合這個意思 這個其實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聽我講 我的意思是說 到底在這個裡面 你們今天送出來這個報告 是 跟這個地方政府溝通 這個風險的評估 還有發展這個油氣裡面 你們有沒有提出一些具體的 機器的建議的作為 也就是說 不是只是跟他講說 我做專屬的學術研究 成果出來 那怎麼決策你們自己去定 那你這樣沒有統合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說說是 只去定那些規則 其實我們走的第一步 為什麼會把這個風險的海域 這個高中低的這個海域 這個畫色的標準給地方政府 就是我們發現了地方政府 有時候 他不願意開發 或者說他 他要把他這個開發的其身延後 他就把他設為危險海域 那危險海域一設定以後 大家就就不能使用了 那所以說 我們現在就是說 你畫色的標準要有一致性 一致性了以後 這個 依照什麼 那我們去去年做了一個研究以後 把這個標準定定了 頒布給各主管機關 還有地方政府 你們要畫色的話 就要依據這個來畫色 那畫色完了 開放完了以後 在低風險的時候 可以開發什麼東西 中度中風險的地方可以發 那高風險當然 我們就希望 是一個屬於比較危險的 不要進去看 不要去去碰 接近它嘛 會產生危險 那要開發什麼東西 其實這個會 後續會跟什麼地方創生呢 又去做一個結合 可是你這個模式 跟現行的模式是一樣 譬如說一桃圓為利 好了 它現在是原則而都禁止 但是呢 都可以個案去開放 所以說 只要你遞申請 那市政府審查 認為OK的 它都有開放 可是我現在意思不是這樣 我現在意思是說 你現在既然 你已經有一個 你在站出來 不管你要把自己當著什麼角色 總之你要提出一個整體性的 我們的海岸要發展哪些東西 你要給出一個指導性的綱領出來 而且要要求說 各地方政府 他要去遵照 你中央研究出來的方向去執行嗎 不是 把丟給他回去 丟 全都會去給他 看他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原剛才講的絕對是對的 對 所以說我們現在正在做 所以我剛才講說我們 第一階段的向海致敬是做捷徑嘛 第二階段就是開放嘛 那開放的原則 開放的綱領是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正在 請各機關跟各地方政府 我們來共同討論 其實你兩個階段是同時做啦 你也不能說等下全部都清乾淨了才來開放 而且有很多海岸 其實都已經被過去做海索議場 做各種海上的遊戲活動 都已經被你禁掉了嗎 其實這個沒有捷徑的問題 這個不是說弄乾淨了才能開放啦 這個我們都在同步做 就是說第一階段的捷徑已經開始推動了 由各主管機關在推動 那第二階段的我們現在會積極的 找各地方政府還有各主管機關 大家來討論 把這些開放的鋼 主要的這個原則跟這個鋼領 把它頒布出來 那我希望說這個裡面你要加入產業的觀點 因為不是說只有政府之間自己在討論而已 今天很多海上的活動跟油氣 其實它必須要加入產業發展的觀點 會都有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希望說你這個面目也要注意 都有都有 那這個部分就希望你們持續來推動 會會會 跟各地上政府來自己推動 我們會積極來推動 好那我們進入下一個 就是你剛剛講的捷徑的部分 海岸廢棄五 我們知道說最近這幾年 其實台灣淨灘辦的很多 政府辦的很多 我們民間單位也辦的非常多 都變成是一個很風行的 那有一些數據在這邊可以參考 2017年至今 這個輕了7000多萬公噸 但是淨灘 只是其中一個手段 我們必須要知道 下一頁好了 我們必須要知道到底呢 因為你們的病院報告裡面講到說呢 你們有用很高科技 用衛星搖車啊 無論機啊 你完成了海洋廢棄五的逆推 是有遠模擬 也就是說 聽起來是你們已經掌握了 這個海洋廢棄五到底從哪裡來 那我想要請教就是說 因為你們的病院報告裡面沒有呈現 到底你們完成了這個成果 這個 我們清理清楚海洋廢棄五 它的來源是我們路上的比較多 還是有外面漂的比較多 還是說你們具體建議 地方政府除了淨灘之外 可以再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一個比較具體的規劃 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對於海外就了解 跟我們要怎麼去執行的策略 還包含說像蘇家維麗 這樣的東西 有沒有比較具體的成果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 我們 就現在所有收集的行資來研判的話 所以說我們會研判出來啊 這個海洋廢棄物的熱區在哪裡 那其實去年也已經公佈了 大概一個就是東北海岸 一個就是嘉義跟台南嚴禁案 會比較的 這個是變成它的熱區 那它的路徑呢 這個現在來看的話 現在就是 呃 我們 大概就是只有一個初步的規劃 因為 所有資訊不夠 還不夠充分的 不夠多 所以說我們今年會運用到衛星啊 運用到無人機啊 運用到我們海上的艦艇 做這個海漂垃圾的這個 它發現了以後就回報 這個資料越多 我們這個它漂流的路徑呢 我們就可以越有效的掌握 那我聽你講起來其實還不知道嗎 呃 不是我只知道 是外面來的比較多 還是我們海邊的這些 廢棄越野的沖沙 請說請說 那在這種 現在我們手頭上面有的資料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的分析是說 我們從我們本島流出去的 大概佔百分之八十 從外來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 嗯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齁 你這個數據出來之後 你應該要協調齁 因為路上流出去的這麼多 這是我們本國的問題啦齁 本 本我們的這個 不管是海邊過去埋的這些垃圾齁 非法的齁 或者是說 這個 有其他的來源齁齁 這個要整合其他部會來處理嘛 顯然 環保署 環保署這邊你就要去請他們要加強這部分 現在 讓地方政府可以去把 這些的來源把它處理嗎 現在這個行政院的向海致敬 就是要全面的來處理 所以說 海岸的垃圾 有歸地方政府的 有歸環保署的 有歸水利署的 有歸國家風景管理局的 都有 每一段的海岸線 都有專責的單位在去處理 好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又回到這個整合新航管理 因為海委會成立之後 大家對於這一個 一級的二級的機關齁 期待很深嘛 所以你們要更積極啦 來去主導這些事情 因為如果你們不積極的話 還是一樣各單位 那再等行政院去處理 這樣是沒有效率的啦 所以我是希望說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那因為時間到了啦 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提出來這些問題 我們都了解 背後 不管是你油氣也好 不管是你海費也好 後面其實都快很多部會啦 是 但是你們既然是管海的 齁 你們就要拿出這個魄力出來 要求說 針對這些問題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要能夠整合資源來處理啦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黃委員喔 我們 接著請羅美玲羅委員 請上報告台 請上報告台 署長 我們海委會成立之後呢 海洋污染防治這個部分呢 我們已經是移撥到我們海委會這邊來了嘛 可是本期在看我們很多的這個業務 其實很多業務還是在環保署在主導 那首先我們來看海費這裡平台啊 海費這裡平台呢是環保署在106年的時候成立的 那我們海保署呢是在107年的時候才參與 那其中呢我看呢 我們這個治理平台呢有四個很主要的這個項目 就是源頭減量預防跟移除研究調查跟擴大合作對象 那像這個源頭減量的部分呢 就是環保署跟營業署在做主導 我們環保署好 我們我們海保署這部分好像著力的其實不多 我們我看了整個這個治理平台的這個 我們的主要項目 我們好像就是在打撈海面垃圾這個部分 才是我們最主要的工作 對不對 對因為跟委員報告 因為剛剛也有提到說 整個海費治理平台的分工上面 海岸的部分是屬於環保署 海洋的部分是屬於海洋委員會 那所以包括再提到一次性產品的話 一些限制是利用環管處跟廢管處裡面的法規去做推行 那漁業署負責廢棄餘具的部分 所以還保守會比較著重在海洋廢棄物的清理跟治理的部分 所以像我們每兩次每兩個月就開一次的這個會議 所以你們在這個業務上的這個銜接跟溝通上面 會不會說時間拉的比較長一點 基本上其實平常都蠻頻繁在溝通 那包括剛提到環保健的一些資料跟海費清除回來之後相關的資訊跟清除之後的後處理 其實還是跟環保署的一些環管單位還有一些廢棄物的清理跟地方的環保局跟清潔隊都有在頻繁的聯繫 所以這個海費的去化到後面還是要回到這個環保署這邊來嗎 對 清潔隊的部分跟焚化還有去化的部分 是 所以我想請問我們署長 像我們這個海費的部分我們有所謂的資源垃圾跟這個非資源垃圾 像這兩者的這個佔比呢 你們在打撈這個垃圾的過程當中 這佔比是多少 目前最近一年08年的統計的話 回收的資源垃圾是大概平均4%左右 那換句話說96%可能是沒有辦法資源回收的 那主要因為是在海裡面的打撈懷的廢棄物 很多包括廢棄的漁網可能在海裡面靜置很長的時間 上面很多生物跟鹽分的部分 所以被他後面已經髒物沒有辦法去做資源回收 就只能送焚化廠去做處理 是 所以變成說非資源垃圾這個部分就高達96% 所以他無形當中也是增加了我們這焚化爐的這個負擔了嘛 對 所以總的來講呢 我們還是最主要還是要回到這個源頭管理的部分 可是源頭管理的部分又好像有我們海保署這邊參與的部分呢 就比較少一點 不過源頭管理的部分其實我們在推動 包括說在環保健的部分 我們在港口有極力去呼籲漁民 在海上作業的時候 不要製造任何垃圾包括寶特瓶丟棄到海裡 或者是廢棄漁網的部分 所以我們只能做到宣導的部分 OK 再來呢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署長 我有看一下我們108年這個海漂底清除量跟環保艦隊這個數量 那環保艦隊這部分呢是我們海保署這邊一直在做推動的 就是鼓勵我們領海的這19個縣市呢 積極的參與嘛 那我們發現就是說 有些縣市呢成果其實是還不錯 可是有些縣市呢 可能還需要海保署這邊來去做鼓勵 那19個縣市 我又看了一下你們的這個業務報告 那新北市的話你看它的環保艦隊有191艘 可是它清理出來的這個海漂底的清除量呢 高達769噸 那其他地方你看像台南市 雖然說它的環保艦隊我們的漁民 當初可能也有加入了 我們發現有300艘 可是一面下來它的海底漂 海漂底的這清除量就174公斤 那高雄市也是一樣 雖然說它的環保艦隊多 可是它清除的這量呢 跟新北市來講呢 就是差天差地 這部分是不是說我們海保署這邊 的鼓勵機制不足 誘因不足的關係 這部分署長要不要說明一下 跟委員說明一下 這個部分其實提到環保艦隊的部分 可能各個地方的船舶大小不太一樣 所以像台南的部分可能船船是比較小的 那一方面呢就像剛剛提到的 其實東北部是海費的熱區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除了環保艦隊可能比較大型 打到垃圾比較多之外 新北市政府有另外也辦了一些 近海的活動 那包括在一些人工漁郊區的 一個附網清除 所以累積上來說量是比較高的 那當然其實在西南部 其實也有些其他海費的問題 那包括今年度我們會增加在環保艦隊的 一些獎勵機制跟通報機制 那希望鼓勵包括漁會的部分跟漁民的部分 可以增加環保艦隊的回收垃圾量 那我們希望今年度可以再增加這個部分 對 因為我發現這個數字真的是差距 就是那個頓數的方面真的差非常的多 比如說漁民他願意加入這個艦隊 當初剛開始加入應該是有心 要來協助政府 可是發現加入之後可能真的是誘因不足 那獎勵的部分希望說海保署這邊呢 能看怎麼樣的一個方式 對 我們今年度會增加獎勵的部分 對 因為我有看了你們那個獎勵的這個內容 其實真的是不高 所以有可能漁民參與的這個意願 真的就比較低了 那再來就是說 我想跟我們海保署這邊提到的就是 其中有一個海廢物 可能就是大家一定要共同來注意的部分 那最近呢我常常看到一些報道 像這個流刺網呢 它可以說是我們海洋生態的這個殺手 那它造成這個海洋生物死亡的這個幾率 非常非常的高 那像這個我有看到就是說像基隆市 它有首創這個刺網魚具的實名制 那後來呢新北市澎湖都有跟進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實名制的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海保署 我們其他的縣市如果要做的話 你有什麼樣的一個建議嗎 因為這是好像由地方政府自己來做 做推動 可是中央這個部分 並沒有強制去做推行 跟委員說明就是這個部分 基本上是一個漁業的管理 所以目前剛剛聽到的 包括基隆 新北跟澎湖 是利用自治條例去做 跟漁業法做相關的規範 那據我們了解 其實今年度在上海致敬裡面 中央單位的農委會漁業署 也預計在其他縣市去推廣 實名制的部分 那希望藉由實名制之後呢 能夠鼓勵漁民 儘量不要去廢棄漁具 也降低對於一些海洋生物的傷害 對我們現在只能做到推廣 並沒有辦法做到強制來實施嘛 像是流氏網真的是造成海洋生物 生態的一個很大的破壞 那我們常常看到一些照片 像這個二月份 這是二月份我看到的一個報道 這是我們的一個保育類的這個海豚 然後他就是因為被這個流氏網給殘住了 你看他嘴巴就是因為被殘住 所以沒有辦法進食 所以不單單是海豚 像有些其他的海洋生物 都有同樣的這個問題 所以變成說 這一回到源頭管理的這個部分 所以就是說我們很希望就是說 在流氏網的這個管制方面 我們中央能夠多用一點心 因為我們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 對海洋生態的保護台灣 責無旁貸 所以變成說這個部分我們很希望 中央能夠強制的來執行 尤其是流氏網的這個實名制 看看是不是由中央來做主導 這個部分基本上漁業署有這個計畫 那另外其實他們在這幾年推動 要讓流氏網能夠離開禁案的部分 那海胞署會在這些保育類動物的看 怎麼樣避免他們被漁業混和的部分去做投入 OK好謝謝署長 OK好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羅委員 我們請鄭天才政委員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 有請主任委員 李主委 謝謝 謝謝 委員好 主委好 從過去 這個主委當海巡署署長 開始 這個本習在 內政委員會 或是相關的這些協調會 針對原住民 這個到海域 來這個從事相關 文化技衣 還有這個非營利之用 這些都逐步都已經建立了 譬如說這個本來是說我們不能帶漁槍出去出海 現在也都可以 包括相關的這些文化技衣非營利之用 都也都可以隨時出海 這個部分都已經逐步的建立 那現在這個海洋委員會 也已經成立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這個海巡署 未來遇到我們原住民族相關的這些 跟我們文化技衣 或者是我們的非營利之用 這方面海洋委員會 必須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我們海巡署的署長 又是海洋委員會的常務副主委 所以更可以 所以我們這個海洋委員會相關的處 相關的處 就很重要 就很重要 你看我們這個組織法的第一條 海洋委員會組織法的第一條 行政院會統合海洋相關政策 規劃協調及推動 所以要統合 要統合 所以不要再整個思考 去說 野業署和相關的這些 相關的規範 怎麼樣去協調 去做一個統合 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要特別請海洋委員會組委這邊 還有常務副主委 還有相關的處 或者是署 來積極的來配合 你看我們組織法的第二條 第五款也特別提到 海洋文化之統合規劃協調及推動 所以這個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你看我們這個海洋基本法第十條 政府應建立合宜機制 尊重維護保存傳統用海的智慧 尊重維護保存傳統用海智慧等海洋文化資產 那後面這句話更重要 保障以傳承原住民族傳統用海文化及權益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當我們的鄉親遇到困難 遇到問題 或是這個立法委員把相關的問題提供給你們的時候 這個過去都是還迅速自己去協調去處理 現在要提升到海洋委員會 所以相關的處 這樣的話是哪一個處 海洋委員會的哪一個處 看你提案的性質是什麼 如果跟我們原住民族傳統用海文化跟權益的話 科技文教處 科技啊 不是海洋之言 是科技嗎 提出文化 用海文化 用海文化 所以這個部分 用到科技那更好啊 那更需要 更需要我們 符合我們的需求 所以這個部分呢 要建立合一的機制 這個最起碼我所能夠提供的 告訴這個海洋委員會的 第一個你們要主導 然後要邀請原住民族委員會 對不對 這個像農委會 農委會就包含了野鼠 還有林務己 因為野生動物保育法 21條 21條之一就是 林務己作為一個主管 所以他這裡面就會涉及到 林務己 農委會的林務己 移業署 跟移港移業 相關的這些 相關的法律啊 但我們不是移民啊 我們不是從事移業 所以這個部分怎麼樣去 去解決 都是過去有一些完成的 還有沒有完成的 譬如說這個我剛剛講的 既然是科技 我們 我們的那個 原住民呢 原住民 因著傳統文化技遺 跟 這個 非營利 自用的部分 因為他不是從事移業 他當然沒有移民證啊 對不對 他沒有移民證 他也不是這個傳言 他也沒有傳言證 所以這個部分 怎麼去把它 解套 何況 都有法律 法律的一計 除了這個海洋基本法之外啊 還有原住民族基本法 二十條第一項 政府承認原住民族的自然資源的潛力嘛 對不對 然後原基法二十三條 要尊重原住民的相關的這些修俗文化 還有這個野保法 台灣原住民族既以傳統文化 既有這樣的一個獵捕 野生動物的一個潛力吧 所以這個而且野保法二十一條之一 也經過原民會跟農委會的解釋 包含了非營利自用 所以這個部分呢 很重要 這個 我特別把這個野保法二十一條之一 所以你們未來的 你們的那個Q&A專期 也要做一個適度的調整 野保法二十一條之一啊 他說台灣原住民族 既以其傳統文化既以 可以獵捕野生動物 這個而且經過農委會跟聯民會的解釋 非營利自用也包含 所以如果我們看 從這個條文來看 沒有寫在什麼地方啊 沒有所說原住民族第七啊 野保法二十一條之一 沒有說限於原住民族第七 沒有這樣寫啊 所以這個部分包括我們很多到 到基隆 到這個淡水啊 這個萬里啊 山枝啊 那邊都有我們的鄉親 像這樣的這個怎麼樣去 去符合 延基法 野保法 符合 海洋基本法 這個部分 是不是主委能夠請我們相關的 這個處 甚至屬 能夠來 來積極的態度 你看主委我這樣講這麼多之後 你有什麼 這個新的做法 這個我非常認同啊 這個委員剛才講的這些 我們要去尊重這些 用海的這個文化 但是委員剛才講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把它開放 希望不要去管制 但是總要有一個管理嘛 對不對 當然 我們就要把管理的辦法先談好 談清楚 然後才能去做一個適度的開放 那我剛才講這個委員講的這些東西 像這個野動法啊 這些保育法啊 這些 這些規範啊 其實 我們海保署對海洋 野生動物的保育啊 是他在負責啊 那你們不要忘了這塊 用海文化應該是把這個去啊 所以說我們可以去把這個整合的整合起來 我們大家好好來去討論一下 看看怎麼樣去做 在管理上面是有效的 然後開放上面啊 就可以去做更好的開放嘛 所以說這個 我想委員一路在這種 這種推動啊 這個我都很佩服 尤其委員最近也在講的這個 對這些波特船啊 還有交法啊 這些 以前沒有辦法管理的 是不是可以給他一個管理的辦法 然後再漁港進出 我想這個就是 一個很好 朝向一個很好的方式來去討論 我們會積極的在這上面去努力 好 這個 謝謝主委 事實上 這個為什麼海洋基本法第四條 要特別明定 就是 其實就是針對 原住民族 來定的這些 這個條文啊 海洋基本法第四條 事實上我們 這個原住民族啊 無論是 山上的 山上的野生動物 後來是森林 包括海洋的 這些 之眼 原住民族啊 在台灣這塊土地幾千年了 事實上我們是最 最保護的 我們絕對不會 這個 濫 濫用 我們是剛剛好就好 剛剛好就好 海洋 就是我們的冰箱 我們不會拿很多 而且是自己用 自己用 文化技 各方面 所以 我們絕對是最保育的了 我們是最保育的 現在就是你們要建立這個統合機制 是不是這個主委可以請相關的同仁了 您 要求 因為這個基本法也通過了一段時間了 也該建立了這個 合一的機制 可以嗎 我們會積極來推動 這個 主要的這個會裡面就是科技文教處來負責任 這個是不是一個定一個期限 這個很容易了 這個 這個 這個基本法在去年11月20號就通過了 對我知道 到今天的話 中間又 才不過三個月嘛 對 總要給我們一點時間嘛 對 我們先從 剛才主委有特別提到 剛剛主委有特別提到 我們的一些船 當然那個船不是很好的船 我們原住民 這個 這些我們的鄉親所使用的船 怎麼樣能夠 進出在移港 進出移港 進出移港 然後 不需要 因為不是我們不是移民 也不是常常要出海 不是 偶爾出海 所以相關的移民證 當然不需要移民證 也不需要傳言證 這樣的 又涉及到相關的部會 是不是有這個海洋委員會 這針對我上次開了一次協調會 你們再開 由換你們來開協調會 然後透過海洋基本法第四條 然後去落實去 開始建立這樣的一個機制 可以嗎 這個我們回去可以 可以幫忙 對你們就邀請 到時候這個我們再開 共定會的合情委員 可以可以 你們邀請 農委會 農委會 農委會就包含夜署 林務局 可能還包括地方政府 都有可能 包括移港的主管機關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陳玉珍委員質詢 主席好 我們請這個李主委 委員好 有去過金門嗎 我去過很多次 去過幾趟 這個 算不清楚 因為我 以前在軍中服務的時候就經常到金門去 後來接到海巡署長 海委會主委更經常去 大概一年總要去個七八次吧 對 我們金門這個四面環海嘛 對 但是你知道我們事實上大部分 我們這個年紀的金門人小時候 都不能去海邊 因為那時候戰地嘛 對 戰地 戰地政務時代 到海邊去是 是這個格殺勿論 所以這個 雖然金門市就是 以前中原人士 往來到台灣本島 這個中繼站 很多金門到南洋去落番 是一個橋鄉 但是以前 四面環海 但是海邊從來不能去 這個跟大家的想像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那這個 現在慢慢的軍隊撤離以後 我們金門四周這個海岸線 就是慢慢的全部都 歸我們海洋委員會來管理嘛 是嗎 海域是我們管理 對嘛 就是主要是海巡署嘛 海域是我們管理 對 這個海岸 海岸線以內的不是我們管理 海邊的這個進出現在 我看已經都是沒有軍隊了 都是海巡跟暗巡在管 我們只是做暗巡的巡邏 對這種非法的案件做查集 這個其實管理單位不是我們海巡署 那是哪一個單位呢 所以像看 你們都是查器嘛 對嘛 我們只是做案件的查器 是 但是現在我發現就是說 我們海洋委員會 當然海巡署在金門 海巡署在金門 是做得很好 暗巡海巡在金門的這個 在驅逐這個大陸這個非法的這個漁船 這個各方面的這種工作 我們這個是 本期要在這裡真的是相當肯定 做得是相當好 但是就是說 在這個其他海洋委員會 其他的這個組織 其他的這個 這個部分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你們這個組織表 這個下面除了有海巡署 海洋保育署 還有國家海洋研究院 還有下面這三個單位 但是我發現 其他的單位在金門好像 沒有相關的了解跟研究 我其實 對金門一直有了解跟研究 否則的話 補助案怎麼去補助 那你看我們看了一下 你們的這個業務報告資料 去年度啊 你們海委會及所屬機關 委託研究案總共有 我們看到的是二十九個案子 總計畫金的是一億四千萬 一億四千多萬嘛 這個有 有 有跟金門有相關的研究案嗎 這個 我其實 我們看到的 這是你們提供的資料 對 其實我們 我看到是零啊 我們對所有的現實都一樣 都一樣 沒有沒有 不是 不是這樣講的 不是平均的分也不是 我們會依照這個 我們行政院的施政方針 跟我們的施政的目標 訂定我們年度啊 要去研究的項目 是 然後這個項目會是公告 公告出來以後 看大家來申請 不是 但是我是在說 你們的研究項目裡頭 為什麼去年這個 108年一整年裡頭 都沒有看到跟我們金門有相關的 這個海域啊 相關的研究呢 你訂的目標頭 為什麼沒有金門呢 因為 因為金門四周圍 現在還來以前是軍隊館 現在全部都已經 都軍隊都沒有了嘛 那其實 其實金門中間的海域的研究案 已經 其實以前有做過很多 以前有做過 為什麼你們提供的資料 我都沒有看到 跟金門有相關 108年沒有做 但是以前的年度有做過很多 金門大學在那邊 他們也就做了很多的研究嘛 對不對 我們看到的是沒有啊 我們現在看了 就是說我特別跟委員 委員講的報告的就是說 我們的委託案 我們要去做什麼研究 我們都依照施政的方針 跟施政的目標 我們看去會定點 因為台灣周邊這麼大的海域 是是 我不可能 我也沒有那個預算 一年去全文化做完嘛 那我們就有分區 就有優先的次序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我們金門 因為我們金門很特別啊 我們金門有個金門大學啊 金門大學四張還有一個系 就是邊境系啊 主委您知道嗎 邊境系 這個系很特別 邊境系啊 還特別在 跟這個 這個邊境系啊 跟海洋 邊境系喔 邊境系喔 那我們看到一樣啊 108年你們和所屬機關補助 這個 大專院校啊 學術機關 海洋事務員就15萬喔 總計了130萬 但是沒有金門大學的 這個是 這是也是你們的資料 我們看到 沒有錯啊 但是我們也是公告啊 然後所有的大學 所以是因為學校沒有來 沒有來 沒有來 申請還是說你們根本就沒有提出相關的 就是跟前面的問題是一樣的 沒有來申請 那前面裡面 也是一個 第一個他們沒有來申請 第二個你們也沒有提出相關的這個計畫研究 讓那個人家去研究跟金門有相關的海域的相關的這個保育也好啊 這方面的活動 我剛才特別講了 就是說我們是做全班的規劃 全班的考量 然後依照我年度有多少預算 我們去又安排優先的順序 對 因為台灣很大啦 中華民國很大 台灣本島這麼多 那我們來看離島縣市就好了 我們來看108年齁你們的相關機關 我們來看離島縣市 澎湖六件 連江四件 我們金門五件 我們金門還是最少齁 但是少100多萬齁 再往下看 補助地方政府的推動海洋事務案 我們差很多 澎湖五百九 連江414 金門102萬 為什麼這個109人金門補助的進來差這麼多 這個我特別也要跟委員報告 這個補助案齁 是由地方政府提出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我們金門地方政府 沒有申請就對了 對 你提出來 或者跟我們提出來的這個 這個重點的項目不符合的話 很多都是以為這個補助案可以用在去做建設 就是資本門 我們的補助案只能用到金長門 不能用到資本門 會不會在金門的宣導不夠 我再來講下一個 你看一下 比如說跟 你剛說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也很少 然後學校也沒有 然後接著呢 這個地方招募的環保艦隊 你看環保艦隊金門只有13艘 金門跟大陸這麼近 這個海漂的清除量747公斤 算是很少啊 每一年我們的金商活動這麼多 這個 我們的環保艦隊為什麼這麼少 是我們金門當地的漁船配額度不好嗎 還是你們的宣導也不夠 我跟委員報告 你知道原因嗎 我跟委員報告一個數字好不好 107年 108年跟109年 我們補助金門海漂垃圾的預算 在108年是237.2萬 109年是250萬 金門海漂垃圾相當多啊 對啊 這個錢是非常多的啊 我說的是這個 我現在問你的是這個環保艦隊 環保艦隊 對環保艦隊 我們一直在宣導 就是說為什麼 金門的漁船市場挺多的 為什麼相對澎湖啊 連江啊 是因為你們的宣導不夠嗎 因為金門有很多海漂的是嗎 你也補助這麼多 那為什麼我們的這個環保艦隊招募這個效果不大好 我們一直在積極的招募 你們有很大的宣導嗎 對 你感覺上對金門的漁民相關漁業團 大家對海巡 海洋文會在金門論事大部分都是海巡跟暗巡 對這個海洋保育啊跟這個其他方面 感覺是不是因為你們在那邊也沒有派駐相關人 也沒有任何一個人在那裡 那邊只有暗巡跟海巡 因為沒有派駐任何人 所以也沒有人在做這種 有啊宣傳海巡署都在幫忙宣傳啊 但是它是你們下面的另外一個單位 所以另外這個保育院啊海洋保育 這些都沒有相關人等啊 所以這個在金門 金門論對海洋文會的印象是 說只有海巡署 所以這一點我希望你們要加強 那還有一點齁就是地方的反應齁 就是你們看到那個 你們有新造很多那個海巡的那個新功能 有啊你有看到這個新聞齁齁 就是沿海多攻人 多攻人艇ä 現在就是第一個大的這個 我們俗稱叫做小艇對吧 多攻能艇 對對對我們的在金門俗稱叫做小艇 這個 我希望委員還是我們用證名就是多攻能條 對不起好來,沿岸多攻能艇齁來有效地家 來 oro這個中國捲船的 Electron 保障這個 那想請問這個問題有問過很多次 不管是公開問還是私下也是反應很多次 這個沿海多工人 你看出來這個大的艦隊 在工作項目上有沒有什麼差別 當然有差異 負荷有什麼差別 他工作的他治海的時間就短 你船小嘛你這個治海的時間短 船大的他治海的時間就短 一樣都出海嘛 耐波力的問題嘛就風浪大的時候這個大船才能出去小船出去 那工作負荷量呢 負荷量就看天后嘛 看天后的影響 假如天后是都允許的話大家是一樣的嘛 那天后不好他就天后越差的話 這個大船 沿南多工人艇是比較靠近這個沿南這個嘛 他這個艦隊是可以走比較遠嘛 這個應該是這樣來區分嘛 那一樣都是要出海一樣都是要去 那你的福利待遇呢 這個福利待遇我知道委員在問什麼 你知道在問什麼 因為這個 我想你的基層的那個 這個 你們的員工也跟你們反應很多次了 不是 我們都在積極處理 是積極處理是到什麼階段現在 就是說 這些的海情的加急 能不能加急 我們一直在跟行政院爭取 是 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以海洋委員會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當然是同工同酬啊 同工同酬 所以他們是有做這樣的工作 但是他們卻沒有相關的這個海上勤務 目前現在有一個一個轉環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以往他們是暗巡 暗巡的話他沒有辦法領海上的津貼 那我們現在海巡的現在有了多功能艇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原來在暗巡的這個艇 把它移撥到這個海巡去 讓他共同到海巡 他到海巡他自然就可以領海上津貼 是 那所以 這個部分你們在爭取現在是行政院 行政院今天也有來嗎 是行政院不准嗎 還是怎樣 不是 不是行政院不准 其實就是一個 當初是一個身分別的問題 因為你在暗巡 這個原來的 多功能艇都是編制在暗巡 不管暗巡海巡其實都是海巡署嘛 也都還是海委會的單位嘛 是海委會的單位 他們做工作也都一樣 跟這個艦隊一樣也是有出海去嘛 對吧 這些都是一樣的吧 這個現在的 署長是不是要那個 現在的運用跟以前的運用是有差別的 那他們都要出海嘛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金門的多功能艇 原來也是沒有多功能艇的 那後來是在我幹署長的時候 因為他那邊的快速 所以我的重點在這裡 因為我們時間到好 這個重點在這裡說 有這個多功能艇 然後他也做了跟艦隊是一樣的這個工作 然後他們也事實上也要出海 那也在同樣一個單位 一樣在你們海委會下面嘛 那基層的這個官兵 也反應很多次啊 說他們為什麼沒有 一樣這種勤務今天 海洋委員會的立場是支持嘛 我當然支持 對嘛 但到現在已經支持很久 到現在都還沒有 沒有沒有 我們一直在積極處理 這個積極什麼時候會有一個 好謝謝 我們會盡快 盡快是什麼時候 這個這個我不能跟委員 有一個時間嗎 委員做我 我一定會積極來處理 積極是多久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五個月 我今天我隨便跟委員講一句 你要定一個目標啊 你要定一個目標 我們各社會積極的 以積極的態度來去處理這件事情嘛 那你們看 你們的這整個 大概 我希望你給我一個報告 說 到底這個東西你進行到什麼階段 你的積極要到什麼時候 好嗎 好 回應這個基層 這個官兵的這個期待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陳玉珍委員 接下來請王美惠委員 好 請王美惠委員 謝謝 主委,在這裡我們以前探討很多,董事物也說很多 對我身為是一個嘉義氏的立委 因為我們全台灣,可以說韓英的國家 嘉義氏跟南島,剛才兩個館市不可害 所以雖然不可害,當中,還在嘉義氏 如果要去嘉義館當作佈地,開車差不多半小時就夠了 所以在嘉義氏跟嘉義館的感情和建設都是差不多,都受盡我 在這裡,我要再請教我們主委 主委,在這個單位精進要生日差不多兩年了 在這兩年,我們來臨的工作也會多多減減,不然又多轉 在這裡我也向我們海巡署的董事設施 在當中,我們非洲主委的事情 我們的尋找十百分之一百,全民會檢查 我也覺得我們海巡署,這些當年也非常辛苦,非常認真 但是在台灣最近面臨防疫的問題 在防疫當中,我們要叫人做工作 我們的防疫,如果在這裡面 主委,我請你請教 他們有多轉,給他們的,給他們的,給他們的 因為我覺得,你要叫人做 也是要讓我們的董事安全過後 因為這次的環境當中,我們真的要做主委 這個病毒,是很嚴重的 在這裡,主委,我也幫你探討在這裡 是不是我們的主委,還是市長來回答 我剛才所說的、探討的問題,請說 來,請停一下,我時間先暫停一下 主委,你聽得懂嗎?要不要我們翻譯一下 不用,是嗎?OK,好 沒問題,我台語的意思 這樣健全好 主委,因為大家好想 因為我是在南部出事的孩子 因為我自己都說台語 你如果聽不懂我講的時候 你再問一遍,沒關係 還是我們後面的署長 政見也在家裡 學府過 大家盡量探討 我們可以啦 國家的政策做得好 跟委員,聽不懂,沒關係 盡量探討 來 這個非常謝謝委員的關心 我想這個我們執行的同仁 他們的防疫的這個裝備 我們都非常的充足 我剛才也特別答覆其他委員特別講 在SARS的這個過後 我們中央就有定一個這個防疫的戰備存量 在規定 那海巡署就依照這個戰備的存量 把各項的防護的設備 都已經儲存了 依照戰備存量來儲存 所以說 你說的就是有夠 我們的當事 要去一勤 要去送什麼 所有的戰備都有夠 是 現在都是充足的 多充足 是 這樣是最好 因為我也是最大名 他說 他做得很好的時候 我們又沒有保護 我覺得不是我們該主管要做的問題 在這裡我來請教我們署長 署長 在這裡我們的 有時候 我們有這個計劃 我們以前 如果超過計劃的時候 都會來他的 尊跟他的人 帶回來我們台灣 但是現在因為防疫的問題 也有很嚴重 如果像到目前為止 你如果有查到這個時候 你都要怎麼處理 怎麼比較好 來 署長你回答一下 跟文議員報告 我們海巡人在 對這個業界的遺傳 這就是大陸 大陸的批准 尤其是媽祖金門和佩奧 這台有比較多 通常 我們有力量 要把它靠回來 靠回來後 會 低減數 反而 會跟 人看行 怎麼 考慮 打賣 大家有這個動作 市長抱歉 我再來打擦一下 如果沒有靈力要怎麼處理 沒有靈力要處理 沒有靈力要處理 因為有時候海上不好 海上不好的時候 你也沒辦法去拿回來 所以 我們出去的時候 要看自己的力量 靈力到對 看海上好不好 如果沒有好 我們有時候要處理 廣播處理 比較強勢的用水泡處理 比較厲害的時候 不聽的時候 用震撼彈開槍 讓它跑去 因為說我所了解 因為現在就是 只要他們那國 有時候很難 有時候你要處理的時候 他也不讓你處理 剛才我剛才聽到的 我們的武器有很多 我們不怕他 所以我們要做好 該處理的要處理 該處理的要處理 因為這個是一個 國家一個主權 所要做的 事情 是 我也在這裡 要來啦 我們署長 請教一下 我們自己館 有一個 要如何保護 我們這個外商 頂戶 那個 外商那裡 他這些土石 他這些土壤 都很嚴重 我們要如何保護 它更好 雖然我是身為一個 自己館 但是自己館 是我們會常常去的地方 因為 差不多 將軍要辦公室 我們剛好 去探訪 這個家庭的時候 剛才有去了解 這件事 我要來問 主委 像這樣 我們要如何去以後 這個土壤 還那麼 嚴重 要如何處理 好 請主委 這個委員非常關心 這個外山頂戶 對 外山頂戶 這個問題 其實 在海偉會成立的時候 就把它列為 一個重要的一個工作的項目 所以說我們在108年 就委託了 去做一個研究 研究 他流失的原因 到底是在哪裡 然後 如何採取一個有效的補救 的措施 所以說這個研究案 現在還在持續中 那 因為這個必須要 比較長時間的去觀察 這樣啦 主委 因為我們的探討的時間 也有限 是不是你們做了這個報告 給報告書 給我一個 好 這樣 在這裡 在這裡 我還要來跟我們 主委探討一下 說 我們環保 環保 環保 都在掌灘的時候 我都 剛才 跟 政委長 有看到我們的報告 中華的時候 十六千幾公斤 和議官 一個九十二公斤 是怎麼會差很多 我所了解 我們的準 不比中華更少 這是因為 我們選到不夠 還是什麼問題 比較準比人那麼多 比較困的東西 比人那麼少 這是什麼問題 是不是主委 還是我們的 黃署長 來報告 這個我請這個 海保署的黃署長 來跟你說明 好 跟委員說明 那個 基本上那個 回收的垃圾量 是由環保局 申報 對 所以有些地方 可能有些漁民 他們如果自己提供給 清潔隊帶走的話 不是啦 反報告提報的 不過今天你們來報告 是你們報告的 我所來你們問的 就是說 我們是怎麼 跟議官 跟中華 會差很多 是我們的選都不夠 或是什麼問題 如果選都不夠 我們是不是要 互相配合 要政府 跟我們的中央 兩個互相配合 才會 改善好嗎 我的意思是這樣 署長 我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問題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在回收點的設計 設置 假如說 我今天這個漁船 在海上 這個收了這些垃圾 我還要到另外一個港口去 把這個垃圾卸下來 然後再回到他的母港去 沒有人願意會做這個事情 所以說 我們現在就是 把這些回收點 增加 增加了 這個讓漁民朋友不會產生複合 他直接回到港裡面 他就可以把這些垃圾的 然後我們把這個 呃 趁重啊 還有未來紀錄統計的這個 變成一個 一個一個制度啊 把它建立起來 我想這個 整個的成果啊 就會顯現出來了 所以這一點我們 已經發現有這個問題 所以說我們在積極的改進 我們也會 用比較好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未來 我們希望每一個縣市的這些環保艦隊 他們都可以把這個 工作做好 那我們海洋就會比較捷徑啊 對啦 因為主委 我說 在這陣子 我覺得說 我們不是在喊口號 是 我們是真的做事情 是 所以我願望 我們剛才說 貪圖的 會等未來做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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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去結合去做 齁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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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王委員齁 現在我們請 林思明林委員 謝謝 好 海委員會的成立真的是 非常重要的 我想 我有非常大的一個期待 也希望我們海洋委員會 在各項工作的執行上面 能夠非常的落實 以及非常的順利 那首先 本席想在這邊先請就 就叫我們的 主委 主委您覺得 這兩年來 我們海委會成立 的這個 整個業務的執行上面 您自己給自己打多少分 我想 我們不要去打分數吧 這個 我特別感謝委員 其實 大家對海委會的期待 都是一致性的 所以說我們也知道 大家對我們海委會的期待 所以說我們都在很努力的工作 我們的同仁 這個 大家都很盡心盡力 經常他們晚上都加班到八九點鐘 我特別跟委員講 這個是 當然我們有很多的地方 做的可能還不夠好 不夠完整 我們希望委員給我們 好的 謝謝主委 聽您這個話 我們也感到非常的高興 我想 畢竟海洋真的是 非常重要的 我們的一個資源 要好好的去開發它 讓我們的國家 對於 真正成為一個 海洋的國家 我們 這個 真正成為 打造一個非常美好的 海洋的一個家園 那謝謝署長 謝謝主委 那在這裡 我第二個問題想 就叫的是我們的陳署長 請署長 請署長 是 署長 我想現在歐美的疫情 非常的流行 正在大爆發 所以我們邊境的防疫真的非常非常的一個重要 那這邊 我想 請問我們的主委 我們現在 就是 有關於 大小船隻 就是旅客 會進入到 透過船運 進入到 我們國境內的 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的整個港口 大概有哪些 從歐美進來的港口 就歐美的旅客 會進入到我們的港口的有哪些 然後從東南亞 東北亞 呃 的旅客 會進入到我們台灣的 有哪些 現在客輪的部分都是 已經停航了 小山都沒停了 客的部分 那貨的部分 還有一些貨輪 雜貨輪 包括砂石 油船 化學船 這邊還會進來 那進來以後 我們 譬如說這個 基隆港 台北港 還有台中港 或是高雄港 這些貨輪 還可能進來 進來的時候我們就會看 按照航港局進來 先去看他什麼時候會進來 上面他們也會有一些 自主的 那個 添那個單子 單子以後我們就會了解 所有防疫單位 如果需要的話 CIQS 這些移民啊 這個海關啊 我們 這個 包括我們海巡啊 都會上去 是 做必要的一個接觸 但是有 有些不需要我們 有些是需要我們 那這個 每天我們都把它內管 有多少船會進來 我們派多少人上去 做一個處理 所以 謝謝署長 所以說我們現在目前 港口都沒有讓這些旅客 就是 旅運的部分完全禁止了 就是 貨運的部分 還是可以 外國的 進來 所以也不會有所謂的歐美人士 透過我們的船運 進到我們這邊來 對 那 在這邊我就想請教署長 署長剛才提到過了 就是 對於說我們這些移工 我們的漁民 或者是偷渡客 我們對於這些人的一個查契 對 那這些人 我想我們的海巡的 我們這些弟兄 我們這些官兵 大家上船去檢查去查契的時候 那 我們的基本配備是什麼 就是我們對於這些人員 這些移工 這些偷渡客 這些漁民 他們本身有沒有感染我們的新冠病毒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我們是如何去防疫的 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 這個主委交代我們超前部署 在1月8號我們就定了整個應變計畫 是 然後做四次的滾動式修正 每次隨著中央疫情的發展 我們不同的階段 有不同的做法 那現在已經到第四版 那裡面也都建置了 標準作業程序 是 包括我們去登檢 要有這樣的一個標準作業程序 譬如說海上 這個 查契的時候 我們登檢去查查 這些同仁佩戴口罩 注意自身的安全防護 情務結束之後 整個船艦艇都要消毒 那如果查獲到 走私的野生動物 或者是偷渡的時候 我們用全套的 用全套的這個 防護裝備 那這些裝備 都是足夠的 不管手套 口罩 還有防護衣 我們建船艇上面都有準備 暗的部分 我們也都有準備 所以這個是 也就是說我們對於我們的官兵兄弟 本身的一個防護的措施 我們做得很好 也這個所有的裝備也是足夠的 足夠的 但是我剛才的問題 是問您說 對於這些被查契的人 他到底有沒有得到這樣的一個 他沒有講完 就上去之後 上去之後 我們如果有接觸 我們當然用最高的標準來處理 如果我們查到人 查到人 那個就是用 如果要偵訊 要解送 都有一套標準作為程序 接觸的時候有 那個要 要訓問的時候 我們最起碼各一公尺 在一個場 場域裡面 我們跟地檢署 地檢署都有召集 這個CIQS這些單位 一起來沿商 只要有偵訊人 就是要隔離 就是要一定的住所 就是第一個場所 以第一個場所為主 對 你接觸的人 將來可以用視訊 可能我們檢察官 跟我們海巡的 這相關的 查契道的單位 我們尤其是真黃 查去對的 查到的就會 會做一個連線 決定是不是要移送 會用視訊 不然就是他過來 我想這個 所有的這個標準作為程序 都已經建立 那我們接觸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有要求 我們同學 一定要有 好 謝謝 我聽起來這個 整個我們的海巡署 做得不錯了 那當然我 剛才是指針對人的部分 那我是針對 另外針對我們的港口的部分 就是整個港口環境的一個 消毒 那這部分我想了解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配置的這個 消毒防霧器 那我們現在配置的數量是多少 我們有 這個 除了用漂白水稀釋之外 但是用 可以但是用背負式的 我們同樣可以背著到現地去 我們要做 就叫背負式的手動的噴霧器 我們現在有 數量有215G 那個 照我們的配備來講 是百分之一百八七 所以遠遠足夠 我們 有些重要的地方像 沙港安檢所 我們就有配護 一個兩具 那我們出去出勤的時候 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兩百多具嗎 兩百多具 對 那我們現在全台灣大概 我們的大小港口有多少 就是安檢所的部分 兩百零六個 兩百零六個 所以我們就配置兩百多具 對對 兩百多具 就是這個 但是除了安檢所以外 我說整個漁港的消毒呢 沙港消毒 沙港是地方政府 因為沙港有一類沙港是 一月署 中央的 二類沙港是地方的 是地方政府要來處理這一塊 我們沒有辦法幫整個沙港來做消毒 所以我們只針對我們自己署內的地方 我們會做自己的一個防疫消毒 好 謝謝 另外我想再救教署長 就是我們對於這個 應該這請的海委會 海委會來說明 就是我們對我們海委會的業務報告 我想我個人看到一個問題點 想救教一下主委 就是我們對於防疫物資的管制出境的一個政策 那我們最近有查獲的案件 總共是 我看業務報告是有兩件 就是針對口罩的部分嗎 對 口罩的進出是兩件 是兩件 然後私屯的 在這個市區內私屯的有一件 就是那個剛才 組長我剛才是有答覆我們的另外一個委員 是總共有三件 還有在基隆 基隆隊有查契另外在新北汐止有查回一件 對 那我個人比較好奇的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在業務報告裡面 只針對剛才港口查契的有做這個一個說明 有做一個書面的一個記載 但是對於我們基隆隊的查契的這一部分 陸地上查契的這一部分 卻沒有把它在我們的業務報告裡面去做一個說明跟記載 怎麼會不會有這樣的落差 他們可能把它的這個分開來去 所以我是變成我去上網才查到說有這樣子的 我們另外又有第三件的一個查契的一個紀錄 它就是一個 一個是出入境的 在出入境的時候就是那兩件 一個出去一個到離島 一個是在陸地不是在港口就對了 它不是出入境 它不是出入境 我想這部分 當然我知道說可能 因為我們這個單位剛成立 大家人力真的不足 其實我剛才看 大概看你的業務報告 我們海巡署或者海洋委員會的人力部分的建置 還是很欠缺 這部分我想 當然我想我們立法院 我們的行政院 我們會要求說 趕快補足人力或補足各項裝備給貴會 我想真的大家的業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真的對未來我們國家就海洋的發展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這部分我想我們的行政院 我們立法院我想我個人 本席個人一定會要求我們行政院 要趕快補足各項人力以及各項設備給貴會 否則我看就有這樣子的一個在業務上的一個說明 就會有點落差 就有點不太確實 我想我總結來講 我想本席再次強調 我們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 對於海洋的這個保護 對於海洋生態的以及所有的海洋的事物 我想真的是我們要非常的重視 那貴委員會也剛剛成立了 那所以我們希望說未來在業務上面有更多的精進跟調整 我們真的希望打造台灣成為一個真正美好的海洋國家 謝謝 這個委員我可不可以利用時間跟委員做說明 海委會成立到現在不到兩年 國家海洋研究院成立不到一年 對 那我們當初整個的編制 我們沒有給這麼多的預算員額 是因為你一下子給你那麼多員額 你沒有那麼多事情可以忙上做 我們現在逐步逐步的都上了軌道以後 我們就積極的跟行政院在協調 他就在預算員額上面他們就一直會在給我們 我們真的可能很多地方還有不足的地方請委員來指導 我們會繼續努力 我們期待了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林委員 那我們等一下管委員發言結束的時候 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那我們中午就不休息 謝謝 謝謝管委員 謝謝 辛苦 很辛苦工作人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海保署 黃署長 還有海原院秋院長 那個主委休息一下 好我看那個 來 來 署長和院長 這個本席今天這樣聽下來 我發現 主委對你 這個署長 因為院長還沒有上來過 主委對署長的夜管事務 好像比你還要顯熟 還是說署長不善於表達 在這裡看起來 有這個印象 那回去檢討一下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海委會成立不到兩年 那業務非常的龐雜 也很重大 那跟海洋搏鬥 而且為國家守護主權 種種業務 都是非常重要 也很繁重的組織 所以呢本席是 大體是肯定 海委會成立到現在 在各項業務上面的成就 但是細舊一些細節 還是有很重要的事物 在這裡要跟你們探討 我就今天舉其中一個例子 如何 站在正確的核心價值面 去規劃典章制度 是很重要的 因為畢竟你們是新興的機關 要去破壞 未來可長可久的業務架構 是在你們的手中 要去架構下來的 所以我主要從這個層次 舉一個例子和你們探討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令人覺得非常傷心 我們台灣的海域 曾經有長須鯨擱淺在海灘 而且死亡 而且它是全球第二大的長須鯨 也是台灣有紀錄以來的 第一尾長須鯨 那我們當然海委會也好 都有國內鯨屯擱淺事件的統計 我們確實有在監測 以去年來講 108年來講 總共通報有140件 然後有150隻鯨屯 在我們海域擱淺 其中死亡的是132隻 然後活體有18隻 你們救援 我看了一下紀錄是16隻 好 那麼台灣是兩個大洋流 會合交界的海域 所以說我們的海洋生物 是非常的多樣 跟非常的豐富 那麼有這麼多的鯨屯 在這裡擱淺 我們確實要和全球接軌 在這個部分 我們監測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尤其我們國家發展離岸風電 促成能源的轉型 海洋保育更不能掉以輕心 那我們看到2019年9月12號的時候 我們第一宗離岸風電 業者受罰 有關於他們沒有派金屯觀察員的事情 違反環評承諾 被環保署依違反環評法 除以150萬的劃環 好 那在2019年9月的這個時候 署長你們有相關的觀察員制度了嗎 2019年9月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完整的觀察員制度 對 那麼他們是在6月21 7月8號7月10號的時候 水下基礎打樁 作業的時候沒有派 所以當時是環保署發現的 然後是用業者的環評承諾來罰他們的 那罰150萬算是重罰 可是這之後你看看這是7月份 最後一次是7月份的時候違法 可是呢我們是到了2月份的時候 你看我們是到了2月份的時候 其實台灣總共有三座風場 然後離岸風電的規模 將會非常的巨大 那麼剛剛環保署在這麼早以前 就發現了違法的事項 然後也遇重罰 可是在太久了 是在今年2月的時候 你們才公告了一個叫做 台灣金屯觀察員制度作業手冊 對不對 換句話說今年2月的時候 你們才建立制度 然後你引用的法源 是環保署的環評法 第18條 跟野生動物保育法的第12條 有總比沒有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的制度建立了以後 我說你們要剥話可長可久的典章制度 你們的制度怎麼建立呢 大概培訓18個小時 室內跟海上實習加起來18個小時 那培訓機構呢 你們可以是自己培訓或者是委託 委託機關辦理 那麼你看看你們的培訓機構的第二項 經海保署審查核可辦理金屯觀察員 培訓的學校事業公司團體等機關購 你們列的很詳細哦 把事業跟公司都這樣大剌剌的名字寫上去 好 我們來看看到目前為止已經培訓了多少人 你們的金屯觀察員實際上 經海保署審查核可辦理的培訓的學校 機關公司團體又是哪些呢 你們看看今天要來這裡備詢 然後昨天有個新聞 你們這個新聞就是以這個制度 來做為一個值得驕傲的事項 所以我看昨天你們就不曉得是怎麼樣 準備了這樣的一個新聞嗎 還是被動的我們不管 無論如何你們把離岸風電社觀察員 當作一件成就 然後昨天就見報了 但是我們來看看新聞裡面 海保署說 觀察員是由海洋工程單位設立 要先提出申請認證 對有意成為金屯觀察員者 進行基礎培訓 那麼你們今年首梯次培訓大概50名 包括去年試辦的50名 大概有100名 注意哦 你們的觀察員是由海洋工程單位設立 海洋工程單位設立 你們把它當作還評承諾 對不對 好所以呢 事業機構你要做這種承諾 所以你們的觀察員是事業機構自己培訓自己派 自己找人自己報名單 自己培訓自己指派 就請了幾個體股 我是事業機構是被監督的單位 然後我設了監督的制度 我設了金屯觀察員的監督的制度 結果是這些事業機構工程單位 這些公司行號 他們自己提名單 自己申請 也可以自己培訓 然後你們給他認證 所以呢 2019年培訓50名 是海洋風力發電公司 培訓了48名 好 那總共呢 就培訓了90名 2020年 支揚科技公司 也通過認證了 要預計再培訓65名 來我們來看 支揚科技公司 又是什麼公司呢 看這一頁 他就是李彥峰店的商 的公司嘛 好 本席不認為這是一個好的制度 而且你們說引用的法律 一個是環評法 一個是海保法 野保法 在野保法的第12條 環評法我們不說 用環評法就是事業的環評承諾 那是他們自己的承諾 你引用這一條 當然就會是他的承諾 可是你們引用野保法12條 你要知道野保法12條 為執行野生動物資源調查 或保育計劃 主管機關或受託機關 得派員 好 指派是主管機關的權責 所以你們引用野保法 結果你們的制度是違法的 我想跟委員說明一下這個部分 就是剛剛提到 包括在海洋風電那個部分 他們來提案 但是他們實際上 進行訓練是有台大 台大生物系統 台大生科系 但是無論如何你的制度上 名單是他們嗎 基本上我們沒有限制 然後訓練是 名單是他們報嘛 我在談制度設計 你從制度設計 就允許他們自己訓練 那好在你讓他們自己訓練的時候 他們自己去找學術機關 來幫他們訓練 一般來說他們委託學術機關 對 但是是他們委託還是你們委託 基本上目前的架構是由他們委託 對 好我要講的就是這個制度設計 是不對的 而且你們的海洋保育法 是什麼時候開始公告 潮案什麼時候開始公告 海洋保育法去年11月公告 好 去年11月公告的制度 是這種制度嗎 不是 是 那個時候還沒有設計這個制度 欸有 哇 來來來來 署長你又搞錯了 你們的海洋保育法第幾條 就是要設觀察員啊 怎麼會沒有 第19條你看 還沒有通過 對還沒有通過 可是有嘛 我制度的設計已經有了 你的制度的設計 19條是要由誰來指派呢 就是主管機關 我們是希望有主管機關 當然囉 不是希望 而是制度上本應如此喔 所以 你二月份的這個制度 這個 主委 休息啦 我知道啦 來 好沒關係 好 你們的19條 對 剛才委員講的都對 求援兼裁判是絕對不可以 不可以嗎 所以說我們下去 會把這個規定做一個修正 這個培訓的計畫 不可以培育這些業主 或廠商 或跟他有相關關係的人 來擔任這個觀察員 那最後你怎麼來去檢查 主委 所以說 你做得很好 本席就是希望這個話 是署長 在本席質詢的時候 他勇敢的說出來 這個署長他 他比較保守喔 這個延遲表達可能有問題 所以說我帶他表達 好 就主委的路線方向是對的 你們回歸你們的草案 海洋保育法的草案第19條的設計 是跟什麼 是跟遠洋漁業法一樣的 遠洋漁業法也是他的觀察員 他的觀察員呢 是誰來主派 是誰來指派 是主管機關 國際漁業主司或漁業合作國 因為我們很多的遠洋漁業是 到合作國的海域上面去打魚的 對不對 好 錯了 我們就更正 因為野保法 你們引用的野保法 就是主管機關指派 好不好 這個幫我們回去再修正 好 好 我希望我們的海洋保育法 草案已經公告滿60天了 對不對 好 好好的把這個法 緊述的完成草案的草擬 完成所有的程序 我們要趕快有海洋保育法了 好不好 好 那今天這個制度回去馬上修正 我不能接受 求援間裁判 我不能接受 這些李彥峰店的公司 自己找他們要的觀察員 好 我不能接受 那我為什麼會找邱院長呢 邱院長負責做制度的研究面 我相信也是在你們的手中 還有金屯海洋生物的相關的研究方案 也是在你的手中 我們大家一起協同合作 在委員會裡面 跨署辦事情的時候 相關的制度規劃設計 大家都要用心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我們 謝謝我們 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 然後發便當 然後等一下 繼續 謝謝 請來 請到我們 請到我們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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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我們再跟他起來 好像沒有人要過去 基本沒有人要過去 應該我去了解一下 應該是 就像你講 學長 學長 我是去年 去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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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目前的 正硬性 我们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这种 我们有一个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能够在 这个特别 然后他们 这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設定 我们的 我们的疫情的 所有的防律 中文字架 这个防律 中文字架 这种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在做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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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这些 中文字架 我们是 这种 我们是 中文字架 谢谢 好 这种 海洋学 那 那里面 这些 他们的 在做 这种 再往下 不过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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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 这种 这种 我们跟 这些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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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发展 这种 我们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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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能 所以 这种 这种 我们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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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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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个 这个 这种 我们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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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希望 是 这个 那 我们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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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这种 那 那 我们 这种 这种 就是 是 我们 我们 那 我们 这种 我们 我们 这种 这种 我们 这种 这种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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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